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Dream Courage 你这个配音越来越专业了 是因为我们配的好 但今天我似乎看到这两个选手 至少从表现出来的神态上面来看的话 好像适应这个舞台很多了 特别是Nozong 我还记得第一天他跟Colme打的时候 紧张的程度 就赢了第一场比赛时候的整个表情都感觉 第一次上这个舞台确实是不太适应 上来作为重组 他先打了一针兴奋剂喝一罐红牛 来拼命 还真就把Colme给放挡了 是的 这边我们看 他是看到了路普 而路普似乎细节还没有做 不过没有关系 我先探空中近点是个很正常的行为 好 我们要看一下路普在这个地图会选择怎样的开局 如果他打的拼一点 有可能会选择赌一下双兵营 对 其实空中近点的话双兵营还是比较好的 特别是在这里放一个兵营 然后飞下来 在这里直接进行一个Rush 但是路普好像似乎打的还是很老实啊 直接可能要跑火车 而这边 Luzon是正常的15D双开 我觉得就是路普 如果你平时打的风格是一个运营型的防守反击 但是你在对战重组的时候 你应该选择打一些比较主动的战术 因为人组带对对重组的时候 前期能不能占到便宜是一个很关键的事情 是的 里边看一下 16D先下 先下这个雪池 那这样也是一个比较正常的一个开局 不像西瓜打的那么偷一点 西瓜还好 9191 西瓜那天其实也蛮偷的 17D先气矿再雪池 然后竟然防住了双兵营卧 这边我们要看一下 路普在第一时间看到对手这样的开局之后要做何打算 Luzon这边的气矿也放的很慢 放的很慢 看他要选择什么样的运营的战术 到底是一个两 这个叫两羽黄之后接气矿 还是直接补到四女黄接三气矿的一个打法 在最近的MBLG比赛里面 我看见东拉姑是特别喜欢用四女王 是的 四女王我现在总结了一下 最大 这边是直接掀一个远身地宝 而这边先过来 想截这个枪兵 但是没有第一时间截到 问题不大 问题不大其实 因为地宝的 穿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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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穿的还不错 还不错 死了一个农民还不错 但是 但是 第二个地宝可能要好 Luzon你这样 Luzon在这边操作好像有些慌乱 不过小狗马上也要出来了 这个枪兵 想强咬 想强咬 好的没问题 那这样操作还是没问题 死了一个农民换掉对手的这样一个Rush还是可以接受的 是的 这是我们看到就是如果是前击使用四女王 那么人猪会打得特别的偷 是的 直接3G地 然后再跳科技 你拿他没办法 补了很多狗 那这样有点亏啊 这是难道是习惯性的多补了 可能 是不是 但是他应该那个房子已经看到对手7号了 为什么要补这么多狗呢 可能刚才是紧张了 他是怕对手这个地宝修起来 所以说就选择了补那么多狗 那这样的话 其实他选择四女王开还可以接受吧 选择四女王开还可以接受 但是这两个女王始终没有点下去 刚才人口有些紧张 嗯 好 补了三个女王放地宝 还是一个运营型的开局 那这样的话 大概会在六分多一点点的时候 就放两三起 是的 但今天看得出来 Ludon肯定还是准备了一些战术的 这边Lup的火车出来 先是清扫自己二矿 以及三矿附近可能留下来侦查的狗 嗯 这个很重要 因为如果你的火车冒冒然往前冲的话 有可能会对手在这边藏 藏大概四到六条狗 然后干扰你的二矿 而这边我们看看Lup还是比较稳健的吧 第二个集体是放在家里 而且这边是直接伸的兴奋剂 我觉得今天Lup可能会用两矿三起的打法 嗯 他比较喜欢这种打法 对 这边三女王堵住路口 第四个女王也在造 是的 果然还是一个四女王的开局啊 而气体应该是差不多了 六分三十秒了 差不多了 有些慢 其实应该早就应该补了 对 这个时候你下四起都不为过 我觉得 先三起地 这样 先三起地 然后直接把气追起来 一气两气 三起 如果Lup侦察到这点 他发动一个强势的压制的话 是 从头还真不是特别好防 我觉得 我觉得这个可能是Lup针对Lup的 因为他知道Lup打得比较老实 喜欢两矿三起地 对吧 但是这场Lup好像准备 先两矿压一波再说 三坦克一波 三坦克先打一波再说 那这样的话 气况开这么慢 我觉得有点危险啊 他必须要利用 之前我们所见到的一个防守方式 就三女王往前一顶 然后直接小狗穿上来 把这个这样的一个破法 但是整体上来说 这个他的地毯就必须要扑很快 是的 而且Lup在这样的一个点位 一旦是选择挖跳 如果像你这种科技慢的话 会非常难对付 是的 挖跳如果科技慢的话 可能在这种点位上 可能会选择狗蟑螂 看一下Lup的选择 Lup现在好像 Lup细节还很好 小狗是侦察到了对手的 这样一个开始 他可能刚才一直没看到 这个基地下来 所以说直接补了四女王 然后先稳着来 但他不知道 有没有发现对手 三坦克的异性 这个还是很关键的 但是即便是现在发现了 他也只能选择 我们之前说的这种方法 三女王往前面一顶 然后互相加一次血 小狗穿上去 昨天我看了 东拉乎在这个时候 是有个细节的 他在中间这个房子 他会过去看一眼 你有没有三基地 好继续看 看到坦克了 懂了 懂了 这里看到坦克了 那这样的话 他的一防也是提了 刚刚开始 但我现在开始爆狗了 已经在爆狗了 他已经意识到 三坦克要来了 独包虫超越放下去 那这样的话 科技还是特别慢 出现一个 有一点点问题啊 出现一个掉线的情况 是的 不过整场比赛的话 还算是比较 还算是军事吧 比较军事 比较军事 但是nodon的 这一个战术准备的话 露普如果被露普发现了 可能在下场比赛会做一些针对 看这个样子 是有可能会是往线掉了 还是不太清楚什么情况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露普用了东本的账号 东本的特技是什么 20%选手自动掉线 或者死机 是的 让露普出去改个账号 怎么能用东本的账号 你这个会导致我们的比赛无法正常进行 对啊 你看下面 俊姆波赛东 对啊 这个账号一出来 当时我一看 我就想 哎呀 不会掉线吧 露普为了赢就居然是用东本的账号 嗯 然后没想到居然是真的发生这样的事情 东本的特技 果然是这么牛 现在我们大家都不要点断开啊 可能有机会恢复回来的 这边我们要等待一下整个 等一下裁判 裁判这边 看看是到底是要重赛 还是说 还是说这边能恢复回来继续的进行比赛 是的 蛮尴尬的 这个 东本 不要过来影响我们NS 好吧 哎 四皇毁灭NS 太可怕了 好 那这样的话应该是要重新进行比赛 是的 重新进行比赛 呃 这个确实是 确实现在就是在星期之八二里面 呃 我们比赛的时候 如果是出现这样的情况就比较难办 是的 因为因为现在星期二没有这个局域网模式 嗯 我们在看一些国外的比赛 包括GSL 包括MLG这种比赛 他们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是的 就比较郁闷 就是说所以期待啊 期待以后这个暴雪 能不能够开发一个这个比赛专用的版本 是的 比如说比赛专用的一个服务器 对吧 是的 啊 这场比赛对于两个选手来说 其实都还蛮郁闷的 因为两个人的战术其实都准备出来了 都暴露了 都暴露了 而且我 我是觉得刚才 路普如果三坦克出去这一波 蛮好 应该是蛮容易是 手下来的 嗯 我是觉得应该是 因为 首先他侦查到这点 第二个就是从攻防和这个 呃 科技的角度来说 虽然科技稍微慢点 但是兵力还是很足的 是的 那这样的话只能选择这场比赛进行一个重赛了 嗯 啊 需要再等待一会儿 是的 地图 嗯 不知道是出现了什么情况 我这边希望工作人员赶快去 处理一下 嗯 好的 我们看到这边 Low总啊 上次这个论坛上面的水友也是说 Low总长得比较像Pot 嗯 中国的Pot 然后总结了一下 Low总确实是Gym俱乐部长得最帅的 你想一想 Gym俱乐部还是像什么人 他们下面的人都在想 这样来的 都在下面 你这说这句话 小心点好吧 虽然 虽然这帮歪瓜裂枣也承认这个事情对吧 但是 他们都在下面 特别是911在下面 今天又没事又没比赛 啊 一会儿就冲进来了 这样来 嗯 但我觉得911应该没有什么意见了 911你跟Low总比帅 这个没什么意见 我们外面有保安 但是不一定拦得住他们那么多人 没事 我们有五个导播整个 五个导播 哦 对 现在我们导播有点多了 所以说 所以说根本不怕他们 他们剧目也只有五个人 是 好这边我们看看 回到比赛当中 那这场比赛只能被迫的进行一个同赛了 非常的 非常的尴尬 这场比赛 我们再重新回到比赛当中吧 我们看一下红色的这个人族 还是Loop啊 Loop依旧是没有换账号 还要利用波赛东的账号来干扰我们的比赛 哎呀 Loop你怎么能这样 这边他现在是重新出现的一个位置 是在八点钟的位置 而这边 蓝色的这个重组就是 Courage Courage Nozom Nozom是出生在了六点钟的位置 那这样 其实还是一个空中进点 对整个比赛来说影响不大 影响不大 那我觉得也可能是老天的安排 这样的话又可以重新公平的再来一次 是的 其实前期两个人的真的战术准备都还是都针对了对手的 是的 Nozom有点针对对手的两框三基地 是的 然后Loop有点针对Nozom的这种运营起 对 但是又被侦察到了 三坦克一波又被侦察到了 那这样的话 其实两个人的比赛还是 应该说两个人都是想过对方会怎么打的 看看有没有应变 因为我们知道赛前准备啊 一般来讲是这个准备好的战术 你还是要坚持的贯彻下去 是的 这个就让我想起在MLG冬季赛的时候 OZ和这个东拉呼打的时候 OZ用了一个棱镜空投的一个速棱镜空投的战术 结果当时掉线是重赛 重赛的时候他棱镜已经暴露了 他第二盘还是选择这个战术 只不过换了一条路线 然后当时这个战术第二盘放出来的时候就失败了 所以说呢 有时候这个也有一段运气问题 是的 这也是比赛的魅力所在 好这边我们看 罗总依旧还是选择15地外刷 而这边 路普还是选择的 这样的一个开局 罗总这边也是看到气况了 看到气况 那这样放心的补到16农民 甚至再偷一点 17农民先下去 先下气况再下雪池都可以 说不定前15分钟就是 但是我觉得比刚才来讲的话 罗总如果前期防那个地宝防好一点 会好一些 是的 这边他选择了15 15地就放了雪池 可能就是觉得 且刚才16地好像防的不太好 现在选择再早一点 是的 这也是一个明智的应对 嗯 而这边路普是造好 造好这个兵营之后下去探路 那刚好是能够探到 呃 Courage 这边雪友们也是对这个 东本毁灭NSL的事情表示非常的震惊 对我们看记住这个ID啊 军博赛东 20% 选手死机或者掉线的这个特有技能 哈哈 而这边好像 罗总还是这样的开局哦 嗯 还是一样的开局 慢去旷多女王 嗯 那这两个人就是说啊 既然我们重赛就还是按刚才套路打 你不要玩音的 我也不玩音的 话音刚落路普就来了个25火车 哈哈哈哈 不过25这烧这种还真烧不死的 因为这种这种他的 呃经济比较好 他可以多插几根管子 甚至插到四到五根 对吧 是的 他插到四到五根管子都可以的 嗯 然后建筑学做一做 你20火车还真不一定烧得进去 您说的没错 但是我刚话音未落 他就放下20火车怎么办 还单框20火车 嘿嘿 啊 这边是两基地 这边 罗总依旧还是这样的一个运营性的开局 我相信这个开局 怒服在跟罗总的练习当中 肯定两个人都是亲知肚明的 你这个开局怎么打 我这 我这个套路怎么打 大概都懂的 嗯 第三个基地肯定也是要放下来了 马上 两女皇 三女皇 先放一个宝 大概是在 哎 他先放两个宝 这盘这个宝放的还是挺早的 看得出 东 不是不是东门啊 罗总对于这个路铺的火车 还是有些忌惮 是的 估计练习的时候被烧得有点怕 这边选择了三女皇 然后两地宝 依旧是不下气 看他先三基地可以先摆了 这个时候 你既然都这样开了 你可以先摆三基地 这次我们看见 罗总的这个房子啊 位置都站得还是不错的 嗯 可以随时进去看看你有没有三基地 是的 但有时候这个侦查啊 反而是骗了自己 是的 刚才他偷了一个 偷了一个人口捕四女皇 现在是直接再刷农民 哇 这个经济已经好的一塌糊涂了 六分钟了 六分钟了 该下气了 该下气了 六分钟了 其实是可以下 刚才应该是慢 他可能还是想先三基地再下气 还是想坚持这个打法吗 是的 也可以 对 反正女皇多嘛 但这个打法就比较怕挖跳啊 什么的 就是直接火车带 这个运输机的一个挖跳 好 这边是一个房子进去确认的眼 我们看看看到什么东西啊 那是确认对手是在生兴奋剂了 是的 而且好像也看到了你一个挂剑 看到挂剑 看到兵营 这样的一个开局 打法上来说 双方是复刻了上盘的打法 好 这边是慢慢的爬出去 第三个地 哦 这次他是先补三基在三地里 是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合理的 对 先补三基再补三基比合理一点 这边气也忘记踩了 可能是刚才有点压力 嗯 正面操作方面还是在忙 细节不错 一条小狗藏在这里 是看你的二基地 第二条小狗是过一会儿 侦查你的冰种 下BV 那复刻上一盘的打法啊 一模一样的 而这边好像是多了一个农民采气 是的 原来多了一个农民采气 点一下气况就知道了 嗯 多了一个 四个 总体来讲呢 我觉得就是这一盘比上一盘最大的好吃就是node总前期没亏 嗯 那挡下来的概率相对而是会更高 而且他是利用这个 呃 压不住我的军坦 要从上面扑下来 必须你下面和上面是能连在一起 是的 这样的话就可以扑下来 但我是觉得在这个地方 你看他的三个地毯杯子啊 这样放的 然后我觉得这里 Lov总其实 呃 陆普既然选择了 你要打三坦克一波 你可以利用火车 应该撒雷达 撒雷达把这里清掉 是的 越早清 你后面越好推进 是的 好 第二个小狗继续侦查 是看到了 懂了 懂了 我觉得陆普应该把这个坦克藏一藏 嗯 还是打得太老实了 是的 哇 一条小狗差一点咬掉一个农民啊 还不清这个军坦的话 过一会儿 你这个三坦克推出来 真的毫无威力啊 现在可能也清不了了 因为狗已经爆出来了 是的 狗速剩了一半 啊 还可以清 我觉得狗速好之前都可以清 Lov总这几个火车在这 而不 Lov这几个火车在这 没发挥太多作用 是的 仅仅是压了一下 而且被Lov总是直接开了三级地 这个 太嚣张了 这个三级地已经开了 从运营的这个角度来说 其实Lov总现在是有优势的 但是就要看这个三坦克 到底能够造成多大的威胁 其实Lov总这个时候 如果是绕一波狗出去 效果会非常非常大 是的 你一出去我就去你家 没错 而且并且可以用狗截你的后援 对 这是最重要 在这样的一个点位 截后援是整场比赛最关键的一关 好 变独暴 变了一个独暴 真是省啊 这什么情况 变一个 省啊 好 来了 来了 这边是看到对手的三坦克 已经压了出来 现在开始群星弹 但是有点亲不过来啊 有点亲不过来 Lov总这场 虽然是双身攻防啊 嗯 好 龙塔好像没有防 女皇这个 我们的女皇先过来吃一炮 女皇出来吃一炮 然后小狗全部A上去就可以了 就被包夹了 一防还没好 他可能在等一防 是的 一防好了就可以A了 这是个timing Loop这一边 其实推进的 还是有些危险的 Loop现在就尽量利用操作 把狗给他换掉 好 直接顶上来 好 点毒爆 有点吧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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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 还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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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后面的第二波狗马上出来了 这边加一口血啊 哎呀 这两个防强狗马上出来了 第二波狗马上出来了 所以说 这一波其实两个人算交换了半斤八两 嗯 但我觉得对于Lov总来说 他三框开了 只要挡住就算优势 是的 你把雷达扫过 但是Lov总这边有一点没有做的特别好 就是他这个时候没有龙塔 没有龙塔就没有反打的机器 是的 如果这个时候你的龙塔是已经好了的话 你一波反打过去 其实Loop现在就不好出门了 嗯 这双方在节奏上面可能还是把握有一些些小小的问题 不过Lov总这个开局 要想这么快有龙塔还是有点 有点困难 没有 你看他独爆虫的速度都快要好 是的 这边看一看 看看这波小狗能够一攻一防了 已经能够轻松的围掉这波火车 啊 这波火车操作有失误 Loop可能也没想到对手狗是从这边跑过来的 那这样的话 Loop的第二波要想出门的话就有点难了 只能被迫的防守三框 而这边Lov总的这个攻防是非常的快的 两攻两防已经提的 已经开始提了 而这边Loop的一攻都还没有好 说不定这是Loop总的一个新理解 就是说它是一个慢龙塔 然后快攻防 这样的话我在正面战场上面跟你拼 是的 说不定Loop总是好人啊 我就用小狗跟你 你都很难受 现在要做的就是迅速的再把军坛扑出去 虫族积累了大量的资源 马上要爆出一波十几条的飞龙 对 这时候好像Loop还并没有射防 他是不是刚才一把雷达撒过 没有看到这个龙塔 大家看到二本的呀 龙塔不一定会放到这个位置 基本功方面来说 其实两个人真的半斤八两啊 我觉得这场比赛两个人的整个节奏都是打的比较中规中矩的 没错 这边看看防攻塔也好了 确实是时间 拍命点都算的比较好 这波小狗上来看一眼 好 不是行星要赛 那还是有机会的 小狗继续的换 好 我们看见Loop总的这个部队已经是在这边悄悄的准备好 一直是跟你绕了 是的 但是这边Loop是画了一个圈啊 这个圈还是很重要 画了一个圈 然后一传兵出去指指你的四框 然后 这个圈要是画到那个 再往前 画到这个地方 对 画这个地方 会好一点 现在他用的是一传兵 投出去 这传兵确实不好搞 因为一旦这传兵搞到你了 后面会接的是什么 正面可能给你一点压力 背面第二传兵又来了 对的 空中近点 我还有Loop总的预警 虽然右侧做的不好 Loop总好像打极限一波啊 这个 但是Loop的暴兵能力 我们看到现在已经达到了一百 一百五十多 坦克还架好 坦克架好 看一下 看一下操作 这个时候我觉得Loop总有点拼 有点拼 这个属于强性换了 这个属于强性换 强性换 好 看下来 资源上面我觉得重做亏 他这样的 他想的就是换掉你的坦克 让你没有出门的这个时间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基地被换掉了 也是Loop做的比较好的一点 是的 这一传兵在百忙之中抽出来 这一传兵正好是打中对手 进攻的一个timing 刚才我觉得Loop总 真的应该先把飞龙做出来 飞龙第一个是可以解决这个空头 第二个就是说你在进攻的时候 你可以把对手坦克点 是的 不会让你这个独暴就是跟着枪笔滚上去的时候白白浪费掉 现在对于Loop来说是一个机会 这个机会只要能够推到这个位置 开始进行一个挖跳的话 对于Loop总来说很难受 好 这一波往前顶 这一波顶还可以逼迫对手的飞龙 被迫防守 不能骚扰你 是的 不过两攻两防 狗的两攻两防完成之后的话 还是比较有威力的 Loop总现在的资源还是很多 现在打出一波狗绕路 这波可能要被换掉哦 不错东拉姑式的绕狗 好这个绕狗非常的不错 看Loop的操作了 这个高攻防的狗 这个很难操作 是的 好了 这个时候二矿经济要毁掉 Loop现在被迫回防 回防的话就是陷入被动 我觉得这一波牵制确实是非常重要 好的咬一个坦克 漂亮 好 这边由于有高攻防 所以说还是能够咬到一些东西 能换什么是什么 但是整体上来说并没有打得特别的伤 但是你看Loop总的经济啊 不得了啊 资源非常非常多 他飞龙已经是出来了 他的这种运营型的开始 确实也让Loop现在感觉到了一定压力 但是Loop还是很有机会的 Loop的兵还是很多 这个基本功啊 我觉得Loop的暴兵能力 真的体现出了现在国内最强的这种 继续往前顶 继续往前顶 逼你飞龙回防 我们看见Loop总这么多飞龙 等会儿可能要被迫回家 是的 这一波Loop的机会点 排名点抓得很好 就是逼你 逼你回防 这个时候其实可以选择挖跳了 不必要的往前推 在这个位置架住 然后挖跳 逼迫对手来打 我觉得推的有点狠 推的有点狠 可能要被一波吃掉了 50个独暴一遍 50个独暴 甜的50个独暴 50个独暴 连三包都顶不住啊 看看操作了 这个时候看操作 操作 50个独暴 是滚平的 是滚平的 确实没有必要 我觉得在这个位置就可以了 是的 他应该利用那些坑坑洼洼的地形 对 你架住这个位置 然后把后面的兵续上来 50个独暴 拿你也没办法 是的 但是 但是整体上来说的话 我觉得 现在换下来之后啊 Loop还是有机会的 因为毕竟那个 呃 Loop总的四器 就八器还没踩起来 但已经比较难了 比较难 关键要看这一波 这一波他想通了 加这个位置还有机会 Loop总的三本已经好了 嗯 大龙塔子在变了 你看还有很多钱 存着给这个大龙 啊 基本功上面来说 Loop确实没有问题 但是 好的 感染虫快要加入战斗了 嗯 多线打的有点问题 就是在 A出去的时候 多线没打起来 刚才如果带船兵去打 哦 刚好有点坦哦 这里 包得很漂亮 独爆又来了 独爆又来了 虽然说操作很华丽 但是 兵种 差得太远 是的 再来一波再接上 再接上 但现在人口部队 有点不沉浸 哦 操作很好 操作很好还是 Loop现在 这个基地没顶出来 还是一个问题啊 如果黄金矿 能够顶起来这场比赛 还可以打下去 没错 还可以打下去 黄金矿 但是现在 他即便是顶出黄金矿 也可能面临着 对手大龙加感染虫的骚扰 嗯 但是大龙现在 其资源还差一点点 还要等一会儿 我看看他家里面 有没有开始转围巾啊 还没有开始转 没想到啊 因为节奏太紧了 嗯 给他的压力很大 好 这样是两攻一防的部队 我觉得 人族的攻防 还是慢慢的追起来的 虫族的攻防 我们看一看啊 没事 两攻两防也没有深呢 他把所有的资源 留给了 母猪王虫 好 这边抓一波飞龙 关键就看这片黄金矿 能什么时候顶起来 露普现在 还不太敢顶 但是顶得越晚 越难打 对 因为现在 改善虫的能量 已经在积了 大龙一旦出来 你黄金矿就顶不起来了 是的 因为现在的这个 ghost也削弱了 现在开始顶 有点难哦 我发现 露普对对手主家的空投啊 都一直没有特别去注意 对 他更多的是在投对手的分矿 如果他 这个时候能抽出一传兵 比如说投投 骚扰骚扰的话 投主矿 这个时候有两个作用 第一个是打对手大龙塔 第二个看你三本进度 侦查很重要 投过去 你就可以打对手大龙塔 抓太命了 这一波太命 大龙已经出来了 哎呀 顶不动啊 这样的话 大龙已经出来了 这差的太远了 甚至连黄金矿都开不起来 是的 这边 啊 一把进 感染 感染机已经被点掉了 哎 但是这边 这边这边要强了 印来吗 印来吗 没有那么多冰 加了一口血 这口血两口血 哇 两口血三口血 女王力功了呀 对 三口血 导致这一波机枪 全部损失在这里 那这样的话 对于露普来说 我们看看 露总是60条狗一噪啊 60条两宫两宫 也就是30个卵 同时在变 黄金矿还是开的太晚了 是的 人口已经标 拉伸的比较远了 117人口打 131 继续 女王继续在给大龙加血 现在大龙已经是全部满血状态 往前顶 是的 我觉得现在露普唯一的胜算 这拳兵还不错 这拳兵还不错 这边 露总竟然选择了这样时候去换架 为什么呢 两个人都在打节奏 都在打多线 露总这一波换架 我感觉有点 有点 其实没必要的 没必要的 但是这个三线 我觉得也是 可能要把露普的经济打崩了 嗯 两个人都在拼命的换对手经济 是的 哦 咬开了 这边不是行进要赛啊 咬开了 现在这拨大龙没有办法解决 女王感染虫全部到位 露总现在优势很大 是的 关键是基地也被咬掉了 露普有点忙不过来了 这拳兵虽然投的不错 但是被守下来了 还有两变矿的一个经济 两个人都打得很极限啊 是的 好的 那这样的话 这场比赛已经 基本上没有悬念 悬念不大 嗯 还是露普我感觉 他现在跟这些 中国的选手打啊 他就是 在基本功上面 你说强吗 真的蛮强的 就差这口气 这个临界点没出货 太老实了 嗯 就是你的拳出的太慢 嗯 也不中 对手 只要有招架 基本上都能挡下来 对 其实他的风格 有点像MVP的风格 但是就是说 小小一圈 但是这个风格 跟MVP比起来了 就是这一拳 出去对手 好像似乎扛着 嗯 嗯 好 这样已经不敢上去了 感恩虫还有这么多能量 已经A在了脸上 都会打出机器 只是时间问题 只是时间问题 露宗很强大呀 A上去 A上去了 好 这边 电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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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种消耗 第二拨电 击击 觉得今天这个发型很帅 嗯 这个比赛对吧 哈哈 输比赛不要紧 发型不能乱 没错 确实是一个很注重形象的选手啊 但是我不知道 鞋心 准备这个形象来干嘛 谁可以说他形象 大陆成汉点 你知道还有一个人是怎么这样带耳机的吗 谁啊 山包 山包也是这样的吗 是的 也是注意型的 是的 可能路夫是在山包这边学习到一些东西 好的 这场比赛两个选手都准备完毕了 那马上进入这场比赛 好的 各位观众 你现在是跟球队对于你带来的这一层 BNS201第一赛季的比赛 对于双方是来自Dream战队的路夫 对于双方来自Dream战队的Courag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点位 红色的人族 路夫是出生在了安提加新港的8点位置 Dream Love 好的 这边我们看一下蓝色的虫族 就是来自Dream战队的Courage Dream Courage 哇 这个声音 到位啊 好像有回音是吧 嗯 有肥音 导演这个效果跟你一加 是感觉就 韩国人不也不就这么爆的吗 嗯 导演下次再给你加一下 你就变成妹子了 这样来的 那我不如直接找小语过来配色 好 这边我们看看路夫在这张地图上 我觉得他还是会跑火车 但是可能 哦 好 可能是单兵营双基地 你觉得呢 看这个样子 嗯 堵了路口 单兵双基地 单兵双基地 而这边 Luzon在这张地图上 实际上还是可以惯用他上一盘的战术 是的 这个地图其实用四女王可能还更好一点 对的 这张地图 可以更好的经济开 并且防守 有二框处都还有一个路口 看一下 Courage在这张地图上是怎么样的开局 而这边 这边这个路夫是单兵双开 这边之前我也得到一个消息 今天是那个 Luzon就是他 女朋友的生日 然后女朋友也跑现场来了 蛋糕什么都买好了 真的 然后他放了一句话 你们今天谁敢赢我 就不是兄弟 这样来的 今天不是同队对抗吗 然后拉不滴滴直接抖了 你知道吗 女朋友过来 这个确实战斗力加了不少 介绍介绍认识 你再下去看呀 你下去看就好了 然后我就去 别人女朋友 你认识他干嘛 认识他 做个朋友 Luzon长这么帅 他女朋友一定很漂亮 直接两期哦 有可能是要打一个 我们看是先是有第一可能追火车 第二可能追攻防 之前我们看过 山包在这样的开局 就这样开了之后 直接是转栏和火车 三个火车 只有一个科技 一个双倍 三火车 这样一个推进 我们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 Luzon依旧还是选择的 这样的一个开局 没什么区别 好 我们还是要看看 Luzon又是使用 他擅长的四女王两地宝 然后六分钟下三期 这样的一个运营方式 嗯 很时髦啊 这边 看得出来还是就慢火车 慢跑火车 那这样的话 我觉得他还不如学这个 半个菜鸟的这个开局 打九一的那个开局 但问题是 那是针对对手喜欢用 蟑螂 但Luzon今天我们看了就 好像不用蟑螂的 不用蟑螂 运营型的这个开局 这样的开局可能不一定适合 四女王这种开局 确实对于 又无论你打什么偷招 四女王都会防 对 但四女王最大缺点就是 无法抑制住人组的一些 太偷的打 是的 只要你是进攻的 我都不怕 但是如果你是那种 偷经济的四女王 就有点难受了 没错 因为你威胁不到他 嗯 这边看一下 VS很早哦 哇跑火车直接转VS 那就是火车之后转 你说是空头火车 还是女妖啊 我觉得有可能女妖啊 可能是一个基础的 半空头半挖跳的一个打 嗯 要看一看 要看一看 这边 撕三气 两气 只下了两气 正常来说的话 他 这个两气追的 还是有点慢的 嗯 他可能想这场更早开 是的 看这是什么 哦 女妖啊 火车女妖 纳达流 嗯 F91在下面 微微一笑 对吧 呵呵 这不是我的战术吗 是的 就自己用了一个 很偷的战术 然后起名为纳达流 是的 然后就把纳达害了 跟纳达都没什么关系的 这种 虽然纳达确实用过 嗯 啊 身隐形 有点 对 这个战术确实是非常的狠的 火车随便搞一搞 然后让我们看一下 这边 路普的二框开了以后 也并没有着急去踩这个三气四气 还是正常打 那如果 哦 直接三气地 怪不得这个气开的比较慢 因为如果正常是要 打两框的打法的话 你这个时候肯定要 最好是把三气开起来 然后呢 开始升攻防 路普现在是在三气地以后 把这个 气垮开起来 那么他这个女王呢 进可攻 推个手 如果你是打蟑螂狗毒爆一波 我的女王还可以起到一个防守 嗯 很不错 而这边好像 露总的防守 也是做得很到位啊 这是他是怎么 有怎样的 这样的一个异生 嗯 这个应该说 属于一个全防流 放了四个防空 这个我觉得已经不能用全防流来解释 他是不是赌对手 是双女 你看一下他饰演的 有发现吗 嗯 我们来看一下 看一看 已经看到看到女王了 哦 哦 是应该是飞了一个房子 是的 飞了一个房子进去看到 那这样的话 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机会了 怪不得 这也是我们就是说 有点太过了 对吧 分析选手的心理 还是要根据他的一个侦察判断 而且他是看到这个 嗯 身影型 对 这就是我们就说 怎么样去判断对手战术 还是有原因的 好 这边是占个便宜 小占一个便宜 诶 不会打掉了吧 这个 不过也没关系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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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聪明 操作都很好 这样的话你就没视野了 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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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可能觉得就是 现在主流出了女药以后 都是转接化 诶 看他出来两个选手 真的很了解啊 有点针对 反正我张德桥先放了 也不亏 对的 你出什么都好 我再把飞龙塔放下 但是现在来说的话 整体上来说 我觉得 NOTON 就Courage这边的话 三基地稍微的晚了 那么一点点 亏蛮多的 诶 从人口上面来看 现在人数已经领先不少 而且为这个女药 如果压制住这个三基地的话 很难受啊 还好女王多 爬过来 但是有隐形哦 还要被点掉 还要被点掉一次 三矿慢的话 对于重组来说很烈 因为人足这种 机械化 飞过来了 飞过来了 诶 为什么不坚持点呢 他是不是刚才觉得 对手可能飞过来了 是的 他坚持点可能就点退了 讲话NOTON 是保住自己的这个基地啊 呃 关键现在看NOTON 他存了这么多气 如果出了飞龙的话 后续就很难打 诶呀 NOTON居然要用空头蟑螂 嗯 这个做法是对的 我觉得现在打击的话 最好的方式就是 绝对比你出 飞龙好 是的 一把雷达撒过 一眼看到飞龙塔 看看这边是出的什么 龙塔只是一个幌子 没错 只是一个幌子 正常的是空头 在安迪亚新港这张地图上 我们确实看到过很多空头蟑螂的战术 空头蟑螂配合 王虫拉坦 19 20 22个蟑螂 有可能要换到路普的出兵点 那看看路普家里面 路普家里面还在做防守 他也没有防对手的这个 空头 不是关键没放飞龙呀 他也没防就出了一个雷神 雷神还出的比较慢 他跟雷达看着你飞龙塔比较 比较晚吧 出个雷神 继续出去开矿 继续出去开矿 咱家里面防空已经竖了一大堆了 嗯 那这样的话 这几个防空一竖 就给Lozon很多的机会了 好看到蟑螂了 看到蟑螂了 通常在心理上面来说 我家里面放了防空塔 我感觉就很安心 啊一个栏火火车放这里 竟然被他把基地点下去了 太可惜了 但是这个基地居然也是发现了 呃 我觉得现在蟑螂可以分一点点过去 就一只 分大概四个左右 稍微的分一点点 而且你需要把对手这个视野给驱赶走 太多了 这边分的太多了 而且Lozon现在甚至是把五基地点起来都可以 这边也是没什么机会 五基地就是那个矿呀 就点这里就好了 直接采气就好了 好的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路普有没有发现对手房子 除不死啊 不知道 如果发现的话 可能会有些 好的 房子已经过去 这一波蟑螂只是在那边藏着 准备去干它 是的 好这边 看到很多蟑螂在这里 可能真的反应不过来 还要空投 对的 在主力位置判断上面可能会出现 是的 一旦是投了下来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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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地也很多啊 猥琐 真的打得挺猥琐的 这边 还好 路普有两个出面也是在下面 嗯 哎 哎 但是现在已经可能反应来不及了 哦 已经回去了 已经回去了 你这样被看到 真的太可惜了 路普这个是意识还是运气 确实是运气 运气 你真的是运气 比较好 他追着对手的钢狼烧 然后一下发现对手空投来了 这一波换的话 基本上是 我看看能换多少东西啊 小东西都没换 换了点农民 但是不足以造成任何威胁啊 这一波 对对对 人家来说是最好的 双线双线 双线 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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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双线打得好 挺没了 这个双线挺没了 打得妙 而且它是分了一个拟胎除冲 侦查以后再打双线 好 这边利用机动性啊 你过来的火车都会被点掉 你看这个内奸 这个内奸 立功了 好 第二波可能又是接着 再空投 这个双线打得太妙了 人口瞬间打出一个差距 186人口 努总的人口根本没有断啊 这个时候强行坏 不想让你的兵力成型 但是 那么猛啊 哇 A成一条线啊 这里已经 努总打出自己最善想 这里不必要啊 这里不必要啊 不必要啊 不必要啊 这个硬顶 这个时候如果你再选择空投的话 真的很难收啊 对 因为他冰量不足了 好 准备空投了 但是这里有四个火车是看在这里啊 努总又打出自己擅长的傻暴流 上次ZVZ内战一个干人虫不出 就把告妹妹给顶死了 果然是个莽夫 莽夫流 这个打法是我现在觉得是最好的 对付计划的一个打法 是的 但是他这边也是看到了对手 这里可能要出来了 好 路夫已经派女妖过来协方了 三本再提了 路夫这边也看在眼里 三本刚刚才提 路夫拿他没办法呀 这样的空投其实对路夫来说还好 因为坦克已经支架已经架好了 是的 尽量都用火车去换就好了 当然在这样的架好的坦克面前确实很脆弱 路夫这一波防守还是挺漂亮的 而且主要是鞋同没有做的特别好 是的 现在路夫要强行的猥琐这边分框 这边看看 看看能换多少东西换不掉啊 这边后面两个架起的坦克 大了蟑螂是不是没攻防啊 我觉得蟑螂有攻防啊 一攻一防 太弱了 这个时候三本都要好了 关键对手有两攻 对的 行星要再顶出来 那这样的话 由于没有扩张出这一片分框 气体是非常的紧缺的 没有办法 就是Low总现在就是 Courage没有办法再转出 比如说蟑螂加 独爆的这样一个组合来对抗接化 那就很难打很难打 或者说他现在如果要正面突破 应该是地面的蟑螂配合空头的一点蟑螂 是的 来破这个阵 但很难 其实很难 因为技术化这个部队 因为星界里面的AI改的不错了嘛 所以伤 比较小很多了 好了 好了 这一波火车要翻盘 要翻盘 鸡鲜花没有打穿 这就是鸡鲜花可怕之处 你一旦打不穿它 那就难打了 正面一波分得了 Low总如果有身埋地的话 可能会好 好一些 出了蟑螂的话 我觉得应该把埋地撑 好 这边其实占三个蟑螂堵口吧 生的 他生的埋地 留几个蟑螂在这边 好 这边你的蟑螂过来了 这样直接吹你主力 不好意思 我要狙击你主力了 你敢打 你敢打 坦克当光球用 哇 这边跑不掉啊 看一下 蹦 身上全部带火 这边直接是 死了一大堆 被打爆了 这个时候换家也换不下来 行星要塞 翻盘了 陆浦的机械化确实有点猛啊 我们要看大龙 大龙能不能翻盘 唯一的胜算 但是我们看一下这边 围巾 已经四个遗产了 陆浦的这个意识绝对是到位的 因为刚才他在这个位置 已经撒了一把雷达 确认了你的三本科技速度 没错 陆浦这个timing感不错 机械化打得很好 由于这个行星要在顶在这里 你也没有 拿他没有任何办法 现在对于这个 Courage来说的话 我觉得还是空头打得 还不够灵活 要打得再狠的话 就比如说投狗啊 这些狗蟑螂这种 你盯着一个点来投 投点 投点狗可能 好 这边冲一冲不下来 关键是对手的围巾 转的比他长得快很多 唉 这波大龙飞出去 发现对手围巾 比自己大龙还多 这怎么打 这一波 两个 三个机场 在产这个围巾 四个一产 陆浦这一盘 确实打得太妙了 中后期的防守 做得相当的道理 这也是为什么 我们把他的防守功力 提的比较高的一个原因 对的 现在罗总努力的 想打双线来 吸引对手注意力 但是正面的大龙 现身以后 就会发现围巾的数量 这边 太多了 这边还是想绕路 绕路点坦克 但是围巾的出现 可能罗总就直接 要崩盘打击击了 还是这个蟑螂的攻防啊 并不是特别的够 打到后期就明显 出现疲软的趋势 这边是强行的用 强行的用大龙 来换掉对手的四框 围巾战神 此时现身 哇 这一波围巾是让 弄总的心都在滴血啊 有没有感染 对吧 是的 这个时候必须要有感染 才能够对抗这一波部队 惨 太惨 没办法了 围巾已经非常非常多了 大龙发出灵力的哀嚎 宣告了这场比赛 弄动已经是 难以翻过来了 200人口打 115人口 急进 那恭喜一下 陆普是通过强大的技能工作 扳回了这一份啊 展现了强大的防守 这就是我们说 陆普其实是个 迪迷版的MG 是的 偏向于防守 整个我觉得 头组就第一波空投 其实打得很漂亮的情况下 就第一波双线 打得很漂亮的情况下 在后面的比赛当中 第二波空投 导致了自己的科技 科技没有提上来 自己的经济 也没有达到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那这样输掉一个比赛 也是情有可原的 2012第一赛 就比赛 对着的双方是来自 Dream战队的Loop 对着来自 Dream战队的Courag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出生点位 红色的人组 就是来自 Dream战队的Loop 是出生在了 两点钟的位置 Dream Loop 这边我们看一下 蓝色的重组 就是来自 Dream战队的Courage 出生在八点钟的位置 Dream Courage 这边我们看 在双界这张地图上 两个选手应该是会 嗯 一个 重组选手应该是选择 其实应该是选择 防守的姿态来进行比赛了 但是 他既然敢选 那一定是准备了 比较激进的一个战术 嗯 或者说就想好了在这里 GD GD BV 1234 四个宝 但这样打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双界的三框啊 非常难防守 是的 不管身体打什么组 都很难防守 所以说如果你一旦是 采用这个多地宝防守的话 可能会导致你在中期三框 怎么去开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 而且刚才路普表现出了 这个机械化的功力啊 在双界上面打机械化 其实还是可以 完全可以的 从三框到三框的距离 非常近 有点猛 路普的机械化有点猛 而且这个图 你又不像新港那样 那么好空投 嗯 对吧 是的 嗯 这个要看一看呢 要看一看 劳总怎么样去对抗 这种这种 路普还是用的是 这样那个科技型的开局 是的 科技开 跟上一盘不太一样 上一盘是单兵一双开 嗯 这盘就老老实实的 继续科技开 而这边 科技只要看到 你是气矿的话 那肯定很开心啊 甚至可以补到17个 补到17个 哦 鲜血池 你现在发现没有 鲜气矿 越是单兵迎开的人族 嗯 中期搞 这种战术的可能性越高 是的 所以说这也是 就是给重组玩家的一个建议 如果这是使用单兵一双开 你千万不要认为他很老实 是的 一定要做好侦察细节 刚才 诺总的侦察细节 就做得很高 对 你说他如果是跑火车 这种人还很老实的 说不定就是火车之后 反正转三基地 要么转三坦克 最多光头火车嘛 对 但是也有很坏的 像F91这种 跑完火车 F91这种 我们就不说了 每天拼命的 想展示自己的这个智商 好 这边是过去抓房子 没有抓到 诺总的第二个房子 也没有乱飞 但是这个房子 其实是比较危险的 对 如果对手是一个 这个兵营飞出来 这个房子是肯定掉的 是的 让我们看是先 先气况 看看这边 两个人会怎么样选吧 采气 然后提狗速 然后停气 都是一个比较正常 诺总在这张地图上 今天选择了正常套路 是这样的 昨天我看东拉库 但凡先开气况的 打法都是一波 这排路不也打得比较拼的 直接把自己的基地 放到下面 我们看一下 诺总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打算 还是只是单纯的 在这个地图上面 使用提速狗防会主动一些 我不认为在这样地图上 提速狗比较主动 因为你看看这个路口 这么宽阔的情况下 你用提速狗来防 真不主动 绕狗 绕狗是比较好绕 东雷雇 对不对 因为这个地图是两个口 对手要封住这个空图 是比较难控的 这不太可能 因为你的一个地堡 是可以至少可以 打开这个缺口 如果就是站这里的话 你这个地堡 又可以打开这个缺口 是的 这个缺口出来之后 有两条路让你选 好 甚至是三条路 甚至是三条路选 时间点也卡得很好 那这样的话火车 没有任何的机会 火车也不敢进去 我们看一下 路途基地里面的运营 还是选择了正常的 在出火车以后 生兴奋剂 这时候我们就要看 它现在存下来的钱 到底是先三基地 还是先拍兵营 我感觉是三基地 哦 还是两兵 还是两兵 因为看到 已经存了400块钱了 我感觉它是一个 先三基地 一耳光就抽出来 还听到你说 拍基地 直接限兵营 两个兵营先下来 那这样的话 我们看一下 Nodon的整个战术 整个战术是 比较正统的一个开局 比较正统的开局 那这样的话 三基地要放了 三基地 放这个位置 然后BV放这个位置 是的 BV放下面 正好可以把 下面这个路口给堵死 BV马上也要放了 先放三基地 再放BV 这开开始扑软 我们看看BV 什么时候放了 因为这个时候 如果你不放BV的话 对手如果火车 一旦超过六个 他一往下面一溜 你这个晃 基本上就废了 对 卡了其他位 还没有放 还没有放BV 那这样的话 如果对手三坦克一波 你的一防 可能别办 绕了一波狗了 这波狗绕的不错 从这边绕出去的 看来 Curray介绍也是想好了 用通过绕狗的方式 来换取一些主动权 把你的 把你的这个火车 引开 三框 哇 这个真的有点拼 我承认 Nodon的打法 比之前要 风糟很多 他这种打法的话 就真的是有像 东拉姑学这个牵制 是的 但是 这个打法 对你的整体的 大局观判断 要求非常准确 就你要知道 什么时候 遛狗能溜到效果 对 而且什么时候 要补农民 这个基地放在这里 到底是逼对手来打你 还是 你要通过运营 来运营出节奏 难道这是 9-1传授给他的 ZVT人辱投身流 但是 但是我是觉得 他如果 Loop是直接开 三基地的这种打法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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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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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这个溜狗溜得很漂亮啊 确实 从左边绕到右边 从右边绕到左边 打的有点像 东拉姑的感觉 好了 这两次溜狗 直接让路府的经济 已经大损 已经大损 但是对于 Loop来说 本身他的狗服 比较多 所以说 我们等会 还是要看一下 还好还好 其实在我是 一个重铁拳手来看 我觉得还好 哇 农民好多啊 对 我觉得还好 39个农民 还好 因为他三基地开了嘛 这个时候到底是他要选择再补一波农民 还是跟对手 这边路普似乎是意识到对手开三框了 所以说这个直接选择了火车家机箱的强压 但是建筑学要做好 你至少在这里点个地堡 问题就在于刚才被对手这样溜一溜 至少在这里点个地堡 我觉得点个地堡 或者这样点一个地堡 是的 比较稳一点 对手这边是地堡也插好了 农民补齐了 补了11个农民12个农民 这一轮农民补完 我觉得就应该开始暴兵了 千万不能再弹 对这个时候是强压 他这个时候是强压你的三框 这个兵说多也不多 但是质量比较高 够了打狗够了这波 如果你没有独暴的情况下 要解决这一波还真的有点难 又是一波绕狗 很风骚啊这波狗 东拉库式的绕狗 No总今天打得非常的灵活 是的 神一样的牵制 这个时候陆普很急啊 到底是回救还是压 压下去不一定压得掉 有地堡拖一拖狗就来了 不一定压得掉 关键是不一定压得掉 家里面集结点是射击在家里面 哦哦哦哎呃 Scale TIRG 哦哎哎哎哎哎哎哎 哎 首先衴下了机枪 摄阳 也是可以的 好看操作个操作个操作个操作 oAiroV 刮太多了 是的 小这边 n 好卡七八位 好的卡七八位 这个卡的卡的 哇漂亮漂亮 看一下看一下损失啊 看一下损失两个人的损失 现在好像打不下 哎呀 还是 其实我觉得刚才他刚在这个地方 效果可能还会好一点 稍微好一点点 但是可能是他有点怕 嗯因为兵力有些不减 因为对手的这个女皇也在点他的 看一下双方的骚扰效果 19个 Curridge杀了对手19个农民 Loop杀了农民并不多 是的 这两次交换之后的话 我觉得对于Loop来说 呃后面的局势就很难打了 对的 这个三框太重要了 关键一攻一防也好了 独暴虫抄再放飞龙塔再下 农民数量已经补齐了 我们看一下农民已经达到了68个 70多个 71个农民 这个农民出来以后就是70多个 满负荷 完全满负荷 现在只需要三框这个傻别飞龙和 呃飞龙独暴狗 你出来我就A你 你出来我就A你 现在对于虫子来说 就是压人组的三框 是的 只要你猥琐不起来 我一直压着你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现在Loop 你都这个形式的 就不要看三框了 对 两框一波打到底 对 我觉得是这样的 你现在如果再给不了 成绩足够的压力 那这场比赛就很难了 我们从人口上面看 Loop的暴兵还是很猛的 很猛 这么多 人口其实 又是一波绕口 哎呀 天呐 这个绕口真的让我想起了东拉姑啊 好也不管了 直接换家 很对 这个判断是对的 是的家里面只要守得住就行 这一波看看 赌爆虫变了多少 这个完全纯看操作 但这个位置 我觉得这个位置 对于Loop来说 Loop敢压吧 这一波 敢 坦克炸好 有运势机开一下视野 直接炸 炸 有点赌爆 有点赌爆 运上去了 运上去了 运上去 运上去 漂亮 那这样的话一次交换只要是防守住这一波 只要防守住这一波就好打了 我觉得刚才唯一的一个失误啊 陆浦唯一的失误就是没有点毒爆 是的 如果刚才的坦克把毒爆点呢 这个时候把运输区下来继续压制 这片框枪非常危险 是的 好陆浦继续的强行接兵往前顶 这个时候他不能停 对 我觉得刚才就唯一的一个小细节没做好 就没把这片框压下来 对 如果换一个韩国的选手 可能真的就是一炮打掉 然后就开始强压了 后面的兵无限往前接 可能就翻盘了 哎 还是差那么一点啊 对 毒爆的速度也要好了 狗的速度也要好了 但是你跑到军台外面去跟Loop打 又是一名换家 换家是对的 他的兵力已经很足了 我现在占优势我跟你换家 带着Loop的建筑权很好哦 哎 迪安的毒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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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把把毒爆点光了 强冰战斗位置也不错 哎呀 少了60人口啊 看操作了 这个没加坦克 没加坦克啊 两个人都打得有些慌乱 但是还是 三光顶掉了 还是三光顶掉 哎 他刚才为什么不加坦克 他加坦克真的很有机会啊 操作不过来了 可能 三光点掉 但是亏了很多了 已经 好 这波兵已经打不过 这波飞龙狗了 这个刚才如果他操作再好一点 可能又打赢了 这波 是的 是的 那人口现在已经是130打51 这个不成正比了 经济已经全部没了 我们看看农民数量啊 死了多少 38个农民 罗总这场确实牵制打得太好 对 如果真的是放任路铺 这样一波又一波A上来的话 可能 挡不住的 很容易出问题 打得真的很聪明啊 那现在整个局势就很好打了 因为 即便是飞龙狗没有毒爆的情况下 这波兵也A不过了 我没想到 罗总居然有 能有这么强的一个牵制能力 看来他选择双界 真的是有理由的 这是我们分析的 我们之前不是分析吗 他可能这一场 就会选择六本的打法 他想好了 是的 好 这一波已经飞龙狗狗狗狗狗狗 A上去了 看了一下 冰的主要 其实可以A了 罗总可能是想稳稳的 拿下比赛吧 嗯 汇合一下 一个坦克 一个坦克 虽然说操作还不错 但是这个时候 这个点毒爆已经晚了很多了 时光 站住出品点 几季 漂亮的一场比赛 牵制非常漂亮 Low总也 已经是在 我们的小组当中 已经是2比0的 拿下两分 恭喜Jim Courage 获得了 他今天第一场比赛的胜利 嗯 非常漂亮 他过一会儿 接下来还要面对 这个 LoveTT的一个挑战 可能更为的凶猛 但是今天他的整个状态 嗯 LoveTT真不一定拿 拿得下场 没错 真的不错啊 这场比赛 好的 各位观众 现在出版的时候 NiuTV 也带来的 进程杯 安索2011赛季的比赛 最终的中央是 来自Dream战队的 LoveTT 最终来自Dream战队的 Courage 首先我们看一下 出品点位 红色的神族 就是来自Dream战队的 LoveTT Dream LoveTT 而这边 蓝色的重组选手 就是 Courage Dream Dream Courage 好的 那这张地图 其实在我们看来 这张地图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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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双开啊 I LoveTT 永远是 不走寻常路啊 这个 这个 这个跟其他的神族 就是不太一样 Cosefire 上来说自己无敌了 然后赶双开 这怎么跟他交流 这个有点 无法交流啊 是的 而 LoveTT这边并没有选择 10D这样的战术 所以说 LoveTT可能还是 吐中了LoveTT的一个开局啊 14D 当然有可能是提速狗开 呃 即便是大家正常的开局 如果LoveTT开了气矿的话 呃 兵营开 然后赌裸 双八张 刚好LoveTT就赌到一个双开了 哎呀 两个人一上来就开始比拼博弈 我们看一下修地宝 能 LoveTT我觉得至少应该尝试一下 是一二三还是 直接过来先点个谁 一二 我觉得应该是一 修矿后比较好 一二 修矿后 好 先进来假装一下 假装一下 我是劳劳实实的开矿的 劳总这边也很小心 嗯 咦 劈住两个地方 嗯 修地宝不行的 好算了算了 哥本来今天想的也只是搞搞经济嘛 嗯 其实这里一个 两个三个 是的 我看他是不会会在这里尝试一下 他是他会假装修一个水晶 尝试一下 至少尝试一下 比你拖农民 就他先基地以后这个timing 其实已经是不同 关键队还没看到 还没看到双开 这边看他会不会 老基地表情都不错 就跑了 直接 他可能觉得劳总防的很好 嗯 算了算了不搞了 你都拿两个农民出来劈了 对吧 那我就忍了吗 你都劈两个农民呢 还要怎么样 诶 你敢走 你敢走 诶 给吓吓你 你不让你猜况 现在 你发现没有 叠路口的这个三水晶 基本上已经没什么人用 是的 因为被叠农民破掉了 对的 这边 拉布提提也是一个 两个人都是其实蛮拼的开局 但是都拼出了一片天啊 嗯 啊 诺总确实是有点赌 拉布提提单笔应开 结果没想到拉布提提是个裸霜 那你这个霜开的意义也没那么大了 反正不亏就行 嗯 因为对手是裸霜嘛 打拉布提提我觉得前期开局啊 你只要精进不吃亏 就已经是不错了 因为拉西地总能偷到一点东西 是的 他经常会在 比如说第一波并压出去的时候 五分到六分钟 其实你先点下去再说了 这个还是源于他操作好 可能很多选手想学 他都学不会 嗯 操作好判断强 嗯 但是有时候这样的一个东西就是 会让他反而是落入一些困境 对 特别是他在进行高水平对抗的时候 呃 对手可能就是你这个临界点把握不好的情况下 就一下就被捅穿了 他打得非常极限 让我们看还没有升级九月门 这边是蟑螂 哇 哦 哦 哦 双开是吧 你觉得你觉得我觉得是rush 12条狗都下去了 你觉得是rush rush 这拉布提提就反正有点抖啊 啊这样修啊 一个宝 我看看位置 一个宝 两个宝 很难 我觉得很难守 而关键是这个地方还没点 嗯 现在就是还是要看到侦查 因为离蟑螂出来 其实还是有一段时间的 哎 哎 哎 漂亮的围杀 没有侦查到任何信息 看下狼提提有没有选vs 没有选vs 连三框都没看到 哎呀 三气了 三气了 要走了呀 这个VC 哎呀 你要是直接四兵赢 还有还好一点 VC 你说 TT会不会是 还是blink 我估计 以他的性格 是的 还是blink 如果是lovecd 我觉得是引刀 但是blink 我觉得要走 他就看 因为没有哨兵 这边狗还在藏 刚刚已经出来了 哇 nozo今天好针对啊 是的 一个宝 这个时候没有三个宝 基本上就走了 已经来了 已经来了 还没有看到 还没有看到 腰了 没有打开 没有打开 哎呀 nozo细节做得太好了 可能刚才开了一瞬间 你感觉吗 开了一瞬间 是的 开了一瞬间 看到了 123 开了一瞬间 判断也很到位 赶快再拍宝 上面的那个 上面那个BF是一个软肋 这个地方应该再补宝 好一个 已经废掉了 你一把立场 后续后续后续 蟑螂 上面的BF就是软肋啊 蟑螂在路上了 在路上了 已经不管了 在路上了 再下两个宝 你放宝在这里 他很强势往上拱的 你应该放前面啊 这个很难放 为什么大家不喜欢双开 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很难被 这是个软肋 重要的软肋 是的 开门了 不过还好开门了 再上两个兵营 不错 毒死 毒死 细节很好 看拿不提笔的防守了 已经 已经堵死了 这里 但是张拉 还是有机会顶上去的 没顶吗 没顶吗 立场 封一下 继续的换 为什么防守大这么高 为什么 就是因为他这样也能在手 继续的拱 我觉得挡住了 挡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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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这关键这两个 漂亮 这都挡住了 哇 这个防守功力 哇 老TT心想 哎呀怎么人人都要来这样搞我 关键还是在这里开的这一下 还是看正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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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 正面已经没机会了 只要不出失误就没有问题 关键这两个 点得太好了 是的 好了 这一波挡是没有成功的话 人口已经达到了67 好 打掉水晶 打掉水晶 可以出 那这样nodon就基本上属于一个 没机会的状态了 一个挡是没打下来 怪不得拉TT敢选择BF开 这样的防守确实是值得我们每一个神族玩家学习的 这个timing 如果这一个 就如果nodon早一点点绕 或者说出去几条狗 四条狗把这个位置占住 甚至两条狗把这个位置占住 是的 可能这一波挡时就成功了 没错 好那这样的话 对于拉特地来说 Blink已经升的差不多了 虽然没有两攻 但是已经够了 已经够了 楼总这边要守住这一波进攻 基本上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只能插地宝 好绕一波狗过去 也什么都打不到 地宝太多了 嗯 虽然说狗绕进去了 但是就三个条狗 爬上去命都没办成 好 两攻Blink打出来了 我们看人口啊 93比48 现在都总只能想忍辱偷胜没办法 没三框 只能二框忍辱偷胜 虽然说你插地宝是守得住一会儿 嗯 但是两攻Blink会越打越多越怀越打越多 你没有换到对手经济的情况下 你很难打 没错 这边论坛的学友们纷纷呼唤东本 给条活路 嗯 好 这边是开始进攻了 两攻Blink进攻了 其实我觉得狼梯机应该往主放过 你说会不会更好 也就这样了 他其实就这样A就可以 因为确实在经济上已经差得太远 是的 过农民封一下 一趟可以封 看他又封不封了 往后跳 哎 急进 急进 哇 这个防守真的很到位啊 为什么认他为中国最强的盾 这个是有道理 没出任何事 所有的世界都没出事 包括这上面点的两个BG 我们很少看到选手这样点水 是 点水晶点BG 所以说狼梯机这种不走寻常路 也让他的对手很难去适应 每一次都给你的感动 对而且刚才他上面的一个建筑学 大家可以学习一下 一个水晶顶 在对着的双方是来自 Dream战队的LoveTT 对着来自Dream战队的Courage 我们来看一下出生的两位 红色的神族就是LoveTT 是出生在了6点钟的位置 Dream LoveTT 这边蓝色的同族就是来自Dream战队的Courage Dream战队的Courage Dream战队的Courage 这样比赛 整点来说 哎 又是一个双开啊 又是一个双开 LoveTT确实他 所有的PVC战术 好像都是建立在这个双开上面 哦 你看这样的一个空中点 如果LoveTT敢三开的话 嗯 就空头 是的 头张狼 对吧 是的 我这我真的是觉得 因为No总其实从刚才我们的打法来看 就是他知道跟LoveTT打中后期比较难打 LoveTT的这个三开以后的这个暴兵要太猛了 是的 所以说他可能考虑的就是在勾引LoveTT三开 为什么没有选择新岗呢 因为新岗这个图三开防守的难度要比大都会要小 是的 大都会你三开之后 第一是你三开之后在这里要做建筑学 对 要堵住 然后背面可能被空头 回旧的路线比较长 然后即便空头的话 我这里都还可以选择再投 是的 所以说是有一定威胁的 其实从点位上来讲 如果Courage选择的是两矿暴兵的一个打法的话 这个点位就算他堵堵对了 嗯 但实际上如果是正常的一个双方比较运营的话 肯定是远点最好 对吧 还是要看 这边LoveTT是一个农民过来干扰一下 Courage是不要他开矿 Courage选择的是14D慢期矿的一个打法 好 LoveTT现在在逼对手三开 嗯 你不要来让我 哈哈 大家老老实实打 嗯 LoveTT在这种对手上确实有可能会选择 比如说四兵营顶第一波的时候 先就把矿先点了 对 然后做建筑学 然后再进行运营 就是他的兵营是正好起到一个掩护三矿开启的作用 是的 这边Courage是造了四条小狗 然后是放下雨皇 正常开局 好像 嗯 上面也点了个雪晶吗 看 点了 这边是一个呢 一个农民过来站在这里 也不要想开三开了 这样的话 NODON其实是不愿意暴露自己前期两矿的两矿还是三矿的意图 我先不让你知道我到底有没有三开 好跟着你 啊 很坏哦 很坏哦 一个逼技 再点一个 再狠一点 再点一个 好了 这个就属于你这个基地 直接三开吧 拉布提地正在逼你啊 三开了三开了 这个真的是没有办法 这样的话 这种被迫三开就已经是属于有点亏了 好 那这样的话 前期拉布提地肯定都想过了 你三开我们打运营可以慢慢来的 是的 这就是选手如何在逼迫对手做些决定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这可能一些业余选手觉得 哎 为什么我要三开了 怎么样怎么样 但你跟职业选手一打 你会发现他做了很多动作 让你不得不三开 是的 这边也是继续的侦查 拉布提地这个农民绕得很腰 看期况 这个就是来看期况的 看看有没有机会看到 哎 看不到 看不到 这两个肯定没有看到 那拉布提地第二个 第二个农民并没有绕出去 这个让我还是有点意外 嗯 正常来说 这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农民 从这边绕出去 绕这边 你看Coreach这边 其实已经拿了一个 小狗去封这边的农民 那确实没有封住 因为拉布提地并没有做这个动作 啊 这么快补两兵营 难道是 下面这不是兵营吗 嗯 什么意思呢 如果是我 嗯 我就是一攻五个差 但拉布提地肯定跟我不一样 哎 一攻呢 对啊 对啊 但他不一定会用我那种 这么土的一个 战术 对啊 不用差 这个只是为了多 前期多造点兵去开矿 哈哈 有可能啊 有可能 有可能 看看 九月门也升级了 反正拉布提地的战术 我们可以这样总结 放VS 它是为了虚空掩护开矿 嗯 放VC 它是为了引刀或者blink掩护开矿 放兵营是为了爆兵掩护开矿 反正就开矿 总之它就要开矿 来看看 Courage的一个运营啊 Courage是正常的 哇 它要刷到七分钟三气几下啊 它要刷七分钟三气几下了 空中进点 你这样打 你就真不怕被人搞 可以 其实也可以 虫族有两种运营方式嘛 六分钟两气 七分钟三气都可以 空中进点最大的问题 就是如果你这个情况这么慢 你知道有可能会被什么战术打的吧 什么 是不是 但是可能会 它可以做细节嘛 可以做细节 冷静四少兵我也可以做细节 呃 七分钟 七分钟我们看几气啊 两气 哇 七分钟两气啊 七分钟两气属于有点 有点慢 有点 你只剩这三气不为过的 绝对不为过 因为这个时候你首先你要顾及你的二本 蟑螂 狗速 三个样东西 还攻防 四样东西 特别好气的 你要在很短时间那里追起来 你只有两气就 有点吃紧吗 有点吃紧 有点吃紧 前期如果你是两气的话 就是说你蟑螂数量不会特别多 对 他这个蟑螂我估计是保个底的 就是你要打我一波我就出蟑螂 好我们看一下 还是布林克的两攻 嗯 蓝队队比较喜欢这种就是前压 嗯 他前期给你压力 我最近也喜欢这样 我一边前压 我一边出引道 哎 好爽 呃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套路的话 其实给了这个forage机会 哇 这操作很好啊 哎呦 狗速在提 14条狗在刷 呃 这边forage直接下了四基地 那这样的话 还是一个运营型的开局 这个打法 之前Lucera是比较喜欢用的 嗯 傻暴流我们苏神 嗯 劳总确实很喜欢这样的一个打法 但是这个打法 对于这个两攻blink 可是一个好战术 哎 冰浪蟑螂 六条狗就造下去了 好多好多狗 好多好多狗 那这样的话 狗速啊 狗速送一半还好 先硬爆慢 好这波狗包上去 包上去 漂亮漂亮 看来操作 狼TG操作 哇这个走位 这个走位 这个走位 哎 就是不死 你拿我怎么样 哇 还有两个立场 隔了一个蟑螂 这一波交换绝对是已经 已经赚够了 狼TG现在考虑一下 如果再强阳对手 这样暴兵 你真的是 关键 关键已经看好了 已经看好了 你两攻blink 看好了 那大家懂了 我们看一下狼TG 几个兵营 狼TG 五兵营 还是开框 还是 blink 两攻blink 都是开框 你感谢吗 这个 但是看到了 又不一样了 看到了 既然我刷了兵 我就打双线了 蟑螂拱一边 狗穿一边 你两攻blink 还真不好守 特别是你这种 开框的风格 嗯 兵营不够多 主要是 LBTG前压 前压的同时开框 好 撞到这一波提速狗 哎 你抓不到什么嫌疑 另外 操作好一点的话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走啊走啊 狗不要跟对手应来 这波应来没必要 但是这波蟑螂 可能把GD打掉 先顶退了再说 这两个 站着两个叉子 你敢信 他防对手绕狗 但是 Curridge正好是 刚好可以刷兵啊 哎 哎哎哎 烧兵不能死 烧兵不能死 基地退掉 烧兵都不能死 哎 点基地啊 哦对 点基地 现在Blinger往回走 小狗其实可以去穿了 这个时候小狗 如果往主框穿的话 就听随了 是的 但是看LBTG这里 也是做好建筑学了 是的 哎 小狗赶快穿 章狗不用带了 就小狗赶快穿 双线没有打好呀 哎呀 这样的话 这波章狗是白送了 Curridge可能还是打得有点犹豫 嗯 那现在重做经济 已经是比较差了 我觉得 但是他犹豫两次牵制 是牵制住了自己的 牵制住了自己的科技啊 所以说他还可以继续打双线 LBTG还是必须守 现在 守的话 他的科技就起来了 我们看一下 现在重做农民啊 还可以啊 54个还可以 你可以支持他 但是 你看看神族有多少个 64个 是的 而且他有三框 这种怎么玩 现在就是神族千万不能出现缺口 只要守住 稳稳的就是赢 你只要打出你的无敌组合就好了 好 这边是插两个宝 宝个底 然后小狗在这边一穿背面 小狗一穿双线 强行咬 这边什么 可能什么都咬不到啊 什么都咬不到 这个双线西瓜跟LBTG练习的时候 无数次的局面出现了 应该是 啊 漂亮 真的是最强之盾 西瓜的双线大家看过很多次绕着非常的可怕 而这边LBTG感觉就是这对这种双线非常适应 非常适应 这个时候对手的布林克绝列特别多 你又不好转飞龙 全都牵制不住 怎么办 守住直接反压 兵力还留几个 还留几个宝个底 但是这一波的话 如果改善虫 我们看改善七个改善虫 刚刚才造 没能量 没能量 这是个大问题 嗯 造的有点早了 刚还是被破了 这边开始一跳 这波 绝列顶上 顶上顶上 我觉得LBTG有点急 有点急 有点急 咬掉这波可以走了 这波换的还可以 对 压住 关键是把自己的感染虫压出来 还可以 刚刚好 刚刚好出来 看看时间啊 有些选 我觉得可能来不及 看运气了 这个如果能够起来 这个出来还真挡得住这一波 其实你手帮移上去 可以看见 可以看见 没有 我提示关掉 感染虫 只有一个有能量 我说看一下 就感觉来不及 要是再晚一秒钟 一秒钟 这感染虫出来 全部有能量 楼总现在一口血 然后 现在有点虚 看见对象 感染虫出来了 刚才要是真的是 这个能量出来的话 跟LBTG可能全部被抓到 真的这个形式就变了 但TT其实也是 已经早有准备 你感染虫来了 我就跑 他连这个叮当已经看好了 割开黄金矿 不过 Courage这边的运营还真是不错的 因为他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三框五七地的一个局面 我们看一下 现在啊 75个东西 很不错 悄悄的就把农妹给刷保了 很不错 我觉得他的防守也算很明显 但是最大的问题还是神助经济太好了 这个时候他也想反打 但是冰力似乎是不够的 冰力似乎不够 虽然感染虫很多 有点酱油 能量不够呀 能量过去够了 过去就够了 我意思是说 就是在这个时候 如果你有定了以外 你还能丢很多弹 那就是比较好的一个 老弟弟是散开了三线防守 散开了自己的部队 看定一把 后面后面还有很多 这边还有 包围圈 包围圈 追猎包虫组 追猎包虫组 这怎么玩 这什么情况 神族包虫组 闪烁追猎竟然可以包虫组 还有包有改而冲的虫组 打完一波反打了 这个 这个PVZ有点强的夸张了 直接顶得上来 好 点有能量的 点了一个 第二个 第二个 又点 感染虫保护有问题 全倒 感染虫全倒 这个不朽要超神了 这个不朽在后面 杀了八个 杀了八个 哎 哎 十个 十个 兵力已经差得很远了 蓝帝现在只需要 不停地掉就可以了 三弓也快好了 神速三弓快好了 巨像也要出来了 这盘完全实力的碾压呀 好 继续往回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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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挡不住了 已经挡不住了 后面的兵已经全部过来了 这场比赛太强大了 一个神族竟然是这样打赢的比赛 2比0 2比0 拿VD的实力确实强在让人可怕呀 是的 非常轻松的2比0 这个2比0 绝对没有任何的速度 特别是对抗比赛 是的 没有任何的队分 防双线 两场比赛都体现是他强大的防守 这就为什么我们称他为中国最强之队 是的 而这边Curity的整个表现其实也不错了 在这个小组当中是两胜一负 各位观众 你现在说话的时候 UTV也带来的近身VNS2012第一赛季的比赛 最近双方是来自IG战队的COM 对着来自IG战队的西瓜 我们看一下出身点位 红色的重途就是来自IG战队的COM 是出身在了三点钟的位置 IG COMMITMENT 而这边蓝色的重途就是来自IG战队的西瓜 是出身在了一十二点钟的位置 IG西瓜 西瓜这个眼装让我想起了有一届 一街色里面 你还记得吗 烟熏庄那一段 是的 好看一下CBC啊 这个西瓜一上来选择比较 是偷了一个农民 这边COM是先房子 区别不大 区别不大 要看一下两个人既然这样探到了 我觉得以他们两个实力的话 双开比较正常 双开挡双开 之前在去年的WCG中国去总决赛上面 他们两个也是被分在了同一个小组 打的也是今天第七鬼神啊 912在看完这场比赛之后跑过来跟我说 我觉得他们两个都好强啊 我都打不过 然后巴金斯他就把KOM做掉了 好两个人都是选择双开 双开之后其实都要看 要看到底是慢期矿还是快期矿 一般来说的是先期矿再选持 是的 特别是在两个人都是同样侦查到兑水的情况下 肯定是先把农民补满 你下期矿我下期矿 我们两个都不下 好这边西瓜是先下期矿 这边也是下期矿 要下一起下 好兄弟都还是不偷 两个人是组同样的战术 拼实力 当然在整体的ZVZ对抗当中 我们看到过西瓜一个 在预选择当中非常强劲的一个表现啊 就他老是会通过这个火力侦查 来侦查你的整个的战术 但是靠美眉的这个整个打法独成一派 你侦查了半年可能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 不过ZVZ还好一点 ZVZ还好一点 你猜这场比赛你比较看好谁 我比较看好西瓜那还是西瓜 虽然我觉得靠是有机会干掉他的一个选手 但是打起来之后的话西瓜的这个细节 特别是因为他是压迫型打法 所以说不容易出数 不容易被偷到 那我既然你要看好西瓜的话 我就我觉得靠美眉该实来运转了 该赢一场了 要把这个小组弄得很乱很乱 是的 No总不能让他3比0 3比0没意思了对吧 我们要让他2比1 然后这边西瓜也不能让他3比0 我们也要让他2比1 大家都是2比1 或者1比2 西瓜1比2这后面的选手 各种手抖脚抖啊 这个他1比2这后面不是跟我们拼命吗 本来之前还可以谈谈感情对吧 这感情谈不下去了 这边 看一看两个人都同时起了两女皇 然后堵路口 细节都还是不错 西瓜上来是第一个 直接独暴虫潮啊 防守性开局 西瓜一上来就是选择了防守性开局 而这边COME选择的是比较正常 而西瓜这边溜了一条小狗进去 侦查了一圈 发现并没有独暴虫潮 那这边这个还是会继续保持吗 压 压了再说 这个独暴虫潮放了 你只要压了就不会浪费 他就没有下地堡了 看到你连独暴虫潮都没有 直接地堡都不下 而这边COME是停的气 直接抱狗 硬抱狗来防 抱狗 而西瓜这边是有独暴虫潮啊 所以说COME你的操作真的能够达到 不要独暴虫 然后硬 硬咬死有独暴虫加狗的吗 有自信是好事 我们要看实际效果 好 两边的狗速同样一起好 COME这边反应稍微有点慢 然后绕一波狗 吸引你的狗走 后面的狗很多 西瓜这边压得有点凶 没有 并没有在后面变 并没有在后面变那个独暴啊 西瓜现在开始跑路 家里面马上必须要变独暴 必须要变独暴 变了暴 变了暴 这边看一看COME现在是强行进来 看了一眼有两个独暴 手肯定是守得住的 但是狗很多 狗很多 看怎么操作了 两个人分狗 这招看分狗了 是的 看这一波 这一波两个独暴 两个独暴 能不能够起到关系性的作用 操作很漂亮啊 拉开了 这里就 左右勾引 左右勾引 但这个宝 西瓜的操作也很好 西瓜现在很珍惜自己的独暴虫 并没有变更多 因为它只有两个 对的 它这波反压的话 其实还是要凭操作的 靠妹妹也是放下独暴虫潮 晚放 但是经济 我们来看一下农民数量啊 差不多 差不多 没区别 西瓜的 两个人的 哦 换掉一个了 西瓜放下了蟑螂巢 但这一波啊 西瓜就是前期 看看这里能够咬到什么东西 能够咬死这一个吗 能够咬死吗 让开 让它走 还是在前期操作上面 正好亏了一口卵 但这一个女皇损虫 并不足以让比赛结束 亏肯定是亏的 因为我感觉现在可能要进入一个平稳发展季 发展的话 你少重卵还是有点亏的 对 我觉得西瓜最可怕的一点 就是在每次在大家觉得 ZVZ其实应该是一个比较 比较节奏没那么快的对抗当中 它却老是喜欢用小狗来干你 干点事情 ZVZ节奏不坏呢 什么节奏坏了 TVT节奏坏了 我说的是这种节奏 就是比如说 一直A一直A一直A这种节奏 ZVZ可能就是你在拼毒报的时候 很少看到ZVZ各种夺旋 两边 看到了 看到了 哇那靠美眉第一反应 肯定是你要打一波了 不低保啊 靠美眉的蟑螂长好了 开始补蟑螂 西瓜这边要打一波 补了14条狗 靠美眉这边是 7个蟑螂在造 哎呀 你觉得守得下来吗 有点难哦 因为这边是有毒报的 你的小狗基本上没有什么用啊 靠美眉也可以变毒报 但是有点难 现在可能他就是 全部把自己的气 刷成蟑螂来防 有机会守住 我觉得有机会守住 第二个宝都插下去了 有机会守住 因为有一个宝 有一个宝 有蟑螂 这边只要把毒报先点掉就可以 毒报点掉 毒报点掉 狗就可以上了 哎呀 两个人都在操作 毒报没点吗 为什么不点毒报 为什么不点毒报 好这边死守 看毒报 看毒报 毒报应该留一下来撞狗 留下来留下来了 守住了守住了守住了 很漂亮 两个人都在互相试探对手 这边靠美眉 爆了大量的兵 而西瓜是生二本 补农民 有可能要反打呀 靠美眉这边肯定要反打了 这样的话 已经是这样一个局面了 不反打对不起自己啊 是的 那西瓜其实在这一波压制之后 发现自己的运营 一下就占优势了 我们看一下农民数量 49打36 那靠美眉必须反打了 现在打运营已经来不及了 是的 但是这一波反打又打不进去 哎呀 他生了二本 我觉得还有一线生机 这个打法打击 翻打 哦 直接三开 哇 也拼了 生二本 三开 也是个说法 也可以 总之你要想办法把这个局势搬回来 但是西瓜这边也是 三开 而两边开始双线 开始双线 但是这边西瓜分了三个毒爆啊 这三个毒爆有点精髓啊 哦 西瓜反应很快哦 两个人反应都很快 被压的同时 两个人都在双线 这场比赛绝对是非常高水平的ZVZ 蟑螂取不到太多的便宜 能够咬掉吗 这个能够咬掉吗 能够咬掉吗 有机会咬掉 这里还有一条小狗 BPS不太够啊 差一点点 差一点点这个BPS 多几条狗就好了 那这样的话 前期两个人同时运营之后 你就发现西瓜在运营上面来说 比抗美梅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我觉得已经不能用一点点来形容了吧 差不多啊 你看 科技快这么多了 农民数量超 反超了 对的 因为抗美梅这边是强行刷了这个农民数量 然后它的三矿比它好 早一块 人口方面 现在抗美梅有点压力 而西瓜这边又是补了一波兵 我们要看一下会不会前压 因为它是有蟑螂一攻的一个timing 是的 第一有一攻第二 它的速度也提得很快 这一攻的排名 关键还有一个埋地 有可能会打出事情 要看这一波了 这一波 关键是这一波侦查 很重要啊 这一波侦查 看到了那么多的蟑螂 靠美梅想一不想 赶快爆蟑螂 好 已经看到 靠美梅刷了这么多农民 那西瓜这一波肯定实在必行了 直接A过来再说 120人口 打106人口 靠美梅现在钱很多啊 刷不出去吗 卵难道不会用卡了人口 卡人口了 卵也卡住了 这样的话很危险啊 插地宝吧 我觉得插地宝吧 哎呀 800多块钱 这里掉了实在卡死吗 心灵了 卡人口卡死了 哎呀 有可能卡死了 这一攻 这一攻 数不来要比对手少 强险往前顶 强险往前顶 好了 这一波卡死了 800900块钱没花 好 继续暴兵 继续暴兵 看一下能不能利用 主场优势 挡不住了挡不住了 挡不住了 很难挡的 而且对手这一攻 正好是打中了 靠面人的软肋啊 是的 他刚才如果插三个宝 还有机会 是的 你插三个宝 我就拱你三挂了 嗯 但你拱三挂 就是说至少 你这样绕一下的话 我有时间再拱一轮蟑螂出来 哎 这个人口卡的实在失利了 力就差那么一点点啊 为什么就输掉比赛了呢 挡还是挡住了 但是已经精细 我们看了机器 哎 经纪并没有崩啊 没崩这个经纪 没崩 没崩这个 西瓜是刷冰出了问题吗 估计是溜了一波狗 还是怎么样 反正我是觉得 他感觉是刷了点农民 看一下 没有 杀了十个农民 对的 就刚才 的话是挡住了 人口甚至反超了 人口甚至是反超 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 西瓜现在两攻已经升到一半了 嗯 而 commitment是没有两攻 那有可能会有第二个timing 好 现在开始各种双线了 各种双线 两个人在各种双线 拼基本功了 这个是拼基本功了 哎 保存的很好哦 下面好像挡住了 挡住了 防守真的不错 我们看一下 现在两个人在做什么 都在拼命的暴冰 西瓜悄悄补农民 不过我还真不觉得 嗯 这场比赛 扩美眉还真的还有 还有点机会 可以打 还有点小机会 现在扩美眉就要找一个机会 搞到西瓜 因为西瓜打得很主动 他在后面防守 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西瓜的经济起来之后 他可以先补司机地 司机地会导致 他的卵会多很多 是的 好 查地保了 西瓜这边是感受到扩美眉 可能要反打了 强行暴冰 绕过来反打 人口领先了 但是两攻 两攻好了 两攻啊 两攻 这个两攻很重要 但是就是在好的一瞬间 开始死兵了 开始死兵了 两攻好的一瞬间 这到底是运气还是实力 埋地 埋地也解决不了 埋地解决不了 难道要打穿吧 这里 正面 正面双线 正面双线啊 这边三个宝 这边三个宝 基地如果掉了 这边比赛就翻盘了 哎呀 好像挡住了 不一定哦 不一定哦 虽然有两攻 但是刚才被打穿的感觉 两可能两路崩了 人口跟不上来了 崩了 崩了 要崩了 人口跟不上来了 口味这么的 这个时候爆兵出现 很强的一面啊 难道这里 这里看看 拖农命了 西瓜拖农命了 哇 这个两攻 真的就是这一点点时间啊 两秒钟的时间 好的 主力已经汇合 这里要看 人口已经多出了20 这样比赛打得很紧啊 都在拼 都在拼 但是 旁边的本子没有打到 对 又挡住了 又挡住了 现在有两攻 挡住了吗 挡住了 看看 两攻 西瓜大黄农民也损失比较厉害 我们看看这边啊 这边还有点农民 可以支持他三基地爆兵 可以支持三基地爆兵 但是 但是看看这里还在接啊 这时候如果接一波狗 下来的话 效果可能会更好 应该是 没那个了 两个人就是没那么多软 你看这个钱 两个人的钱已经控制到了 个 十位数啊 两个人的钱已经下去了 全部下去了 挡住了 挡住了 两攻 确实这个两攻太重要了 我们看一下 西瓜可能农民损失还是有一些的 14个打11个 其实差不多 我们来看看战损啊 战损双方伯仲之间 西瓜的损失还比对手多一些 真的 这两个人的实力真的 现在农民数量的41比37 靠妹妹稍微好 那么一点点 就是这个两攻 怎么解决 两攻你什么时候能伸起来 对 你两攻不伸 那怎么打 啊 这里 我们看偷了几个 五个 五个农民 跑掉了 西瓜竟然在防守的同事 抽出两个蟑螂来偷 偷农民 两蟑螂 打双线 这让我想起了小李啊 嗯 那这样的话 靠妹妹是被迫要再变一个 监察王冲过来解决这两个 西瓜喘过这口气来 以后人口之心追上来 现在他的两攻 关键这个两攻很关键 啊 这场比赛惊心动魄啊 可能谁 接冰出一点点 会加卵 一口卵 可能就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现在能解决这个两攻的 只能靠两弩了 嗯 看看 还是不升这个 这个攻防车 要么你把气省下来 出感染虫也是回事 会没钱啊 但是没钱不至于啊 有的 你这样抱张狼 肯定是能起初前 升一个两攻的 是的 他可能是刚才刷一波农民 好的 这边西瓜一亿代劳 成一个口袋阵形展开 靠妹妹这波都敢打呀 两攻啊 对手是 他可能也没留意到 对手的攻防 哎呀 好了阵形 其差无比 其差无比 谁养的阵形 你为什么要打 靠妹妹是 被西瓜智商上 稍微爆了一点 看一下四 二十八个 几近 靠妹妹这边 也是发现自己攻防有问题了 当然我们觉得 是下面应该是还有 你看下面 下面有点不太好 这场比赛 西瓜所表现出来的 双线能力 真的很差 很差 几乎 各位观众 现在收看这种 牛队为你带来的 是以前被NS201271赛季的比赛 对这个双红就来自 IG战队的 COM 对这来自 IG战队的 西瓜 你看一下 尊严位 红色的重组就是 IG战队的 COM 出生在了 八点钟的位置 IG commitment 这边 蓝色的重组 就是来自 IG战队的 西瓜 出生在 两点钟的位置 IG 西瓜 安迪亚新港 这是一张比赛地图 所以说是直接 只出生在对点 两个选手的房子 探度都是 直接往对点飞 看一下 拼 这个时候就看谁拼 COM 是选择了 九农民 掀房子 这也是为什么 刚才刚开始 我们觉得 有点不对的地方 九农民掀房子 他这个 这个房子的方法 是比较 比较老实的一个方法 西瓜 怕了 你看 怕了 先探路 先探路怕了 因为他不知道 COM 到底是选择什么样的打法 但西瓜 如果是先探路的话 我估计是一个双开了 他想双开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图 COM选了以后 他有两个选择 一个是很极端的 10地或者7地 要么就是我直接双开 答案 并且这个农民过来 你要双开 我直接在这里干扰 也不要想双开了 我觉得COM 可能准备是双开 对 确实准备双开 那这样的话 西瓜 只要看你双开 农民一下去 你也不要双开了 好 你不要双开了 哎呀 反应没反应过来 要反应过来 COM真的这个双基地 放不下去 一口血就吐出来了 是的 然后西瓜很开心的 哎 我双开了 你怎么样啊 COM 直接是没有任何侦察 先补了农民再说 嗯 这盘就属于 西瓜是想赢的 是想稳赢 稳赢的 COM是说的什么 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拼了 反正输了 对吧 连nodon都没打过 那还干嘛 我拼死你 如果 COM这盘挂了的话 我们又可以 各赢他 对吧 是啊 他圈又可以小一圈 嗯 不是 这就是说 他的ZVZ 输给西瓜 输给nodon也就算了 还被这个 Y2Y给玩爆了 那你会不会打ZVZ 关键是什么 他每天跟我吹 说什么别人YHY不会打 什么什么什么 吹了半天 然后我去查查战机 下面有个血淋淋的事实 放在那里 然后我就贴给他看 哈哈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 哈哈 旁边还有一个帮枪的 叫Michael said 同样有一个血淋淋的事实 我又贴给他看了 他们两个都不敢说话了 提到YHY的大名 两个人直接就 YHY是I7克星了 有道理 我一会去查查西瓜 有没有被YHY爆过 收定也有 再加上半个菜鸟 对吧 爆光的这个 YHY 好这边我们看一看 两个选手在 又是同样的双开战术之后 这边KOM有点头啊 气体停了之后 直接就要开始继续爆狗了 他好像比较喜欢 用这种的方式 他主要是狗操作好 一般的选手 如果你这样去爆狗的话 还真说不定就 就被人直接 这个赌爆撞死 刚才有谁有在问啊 这个爆ID是不是我的录音啊 其实不是录音 是现场 然后我们的导演 帮我调一下声音 是的 下次导演调一调 可以把你调成那个 机械 IU 不 把我先调成IU 有点难度的好了 你问导演可不可以 调成成 陈导演的那种风格的 导演直接问了一句IU是什么 你太伤心了 那不是你这个时代的 我一解释一下 陈导演的导演就到了 这样的话 KOM还是在做 好偷啊 这个多少农民啊 我们看看 KOM这边是24 25个农民 西瓜这边是22个农民 真的是拼了 我感觉 西瓜这边 抖 有点抖 但西瓜这盘也是 还是跟上盘一样 正常打法 还是跟上盘一样 独暴虫 然后暴狗 KOM这边就是 直接补农民 一直补 一直补 还在补啊 还在补 你插个宝也是回事啊 左轮手枪流 是二本 我们的左轮手枪 所谓的左轮手枪 是五个蟑螂的左轮手枪 KOM是六条狗的左轮手枪 这个我觉得你超越 对左轮手枪的 好西瓜还补一个宝 这你遭得住啊 好这一波照妖进来了 看看KOM这边是 一个宝下去 农民数量不够了 二本 这偷的简直令人发迟了 补狗了补狗了 这个意识还是到位 时间点还是对的 但是 招募的独暴怎么解决 怎么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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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 你这种刷农民怎么搞 他告诉你这样搞 他告诉你这样搞 用农民来换毒豹 用农民来换毒豹 这跟当时他的ZVT的拉 是同处一个想法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数量 农民数量只少三个 但是守住了二本有 多你有二本 对啊我有二本优势啊 他可能知道西瓜不会打得特别拼 农民换毒豹 又一拳农民 农民又反潮了吧 换出科技优势 这你敢信的 这是什么样的理解 这太神奇了 哇哇哇 毒豬 毒豬 哎呀呀呀 哎呀 哎呀 龙塔下去了 被看到了 我们看一下现在农民数量 靠妹妹 哎呀 西瓜也刷了 西瓜也刷了 对 哇他这个换法有点换得你 给他们懂了吧 所以你这种级别的穷足 这刚入门 他之前那个 呃 ZVT的想法也是一样的 对的 用农民换掉你前妻的四个火车 是的 我就有经济优势了 没错 你就压不到我 对啊 他这个打法跟那个谁 确查就这样 确查就是 哎 你读包一波对吧 撞完以后发现我农民比你还多 嘿嘿嘿 但他没有确查那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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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 更狠对吧 确查这个时候三框都开下去 对的 在这个时候其实他也可以开三框 因为西瓜 毕竟是被迫防守的一个局面 他一定要被迫防守 对 飞龙要来了 四个毒豹往前一顶 可能想用小狗直接压三框了 西瓜也没想过 西瓜肯定是大腿一拍 小伙子居然敢这么偷 我们看看龙塔已经好了 飞龙已经在造了 三条飞龙不多 再不缺农民 四条飞龙慢慢来 我用飞龙搞搞你 就那么四五条 打打防 搞搞你开逛了 我觉得应该是五个 五条飞龙正好一次点掉一个 点掉一个 但是但是看看操作 看看操作 有点吗 有点吗 喂 哎哎哎 飞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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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龙 骗了 是 �龙 哎哟 十九个 不止了 不止了 这不止了 这已经 这已经崩了 二十二个 二十二个之后 你发现 农民数量 九少五个 对呀 二 我还有科技优势 对呀 我还有科技优势 对呀 二十二个农民 人口口美没领先 你敢信吗 运营牛 什么都是浮云 这边西瓜是想反出飞龙 开三框 你飞龙还不比我多 打你点房子 COME果然是一个 这个理解有点飘逸的选手 还逼你补了三个防空 你防空一点用都没有 你三个防空也要三个农民 对吧 反出飞龙还早呢 好看一眼 这边小狗两个人在队A 看一眼打不下来 转型 靠美眉这个理解太神奇了 我觉得神奇的理解 他看见对手龙塔没有 没看到没看到 应该没看到 没看到 没看到龙塔 我觉得可能会在判断上出问题 关键现在存了很多很多 如果反出一波飞龙 COME如果刷的是蟑螂 这个就尴尬了 是的 9 是还伸飞龙一钩 那就要爆飞龙了 这边COME就八条飞龙 有可能是出蟑螂了 啊伸蟑螂一钩 啊反出飞龙 出事了 出事了 现在COME肯定感觉自己优势啊 优势啊 三孔都开不起来 爽 你暴斌你对我有机会的啊 你出了个什么刺蛇加蟑螂你打得过我的了啊 但是突然一面而来一波飞龙怎么办 而且比他还多 这可能想也没想到啊 哎呀飞龙来了 COME飞龙来了 哎呀赶快跑赶快跑 发言不对形势不对 把所有东西退了 现在狂杀飞龙还有点机会 好他补飞龙 退了呀 这些所有东西都退了呀 这个时候我觉得补点腐化 是不是更靠谱一点 也都不靠谱了 其实都不靠谱 哦这部遛狗遛的不错 对压住三矿 这片三矿我也不要了 我也不要了 但房子损失很厉害 女王过来帮帮忙 帮个忙吧 蟑螂直接往他家里面一A 啊卡人狗啦 我觉得直接往他家里面一A蟑螂 这个救肯定救不下来了 你不要 不要骗自己啊 飞龙继续在上面滑翔 飞龙 飞龙补下 但对手一攻快好了 还好 这边西瓜出现失误 点了两个 这还算一个台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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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西瓜好像要被搞挂了呀 这样的话 但是基地还是开起来了 蟑螂现在往前顶你怎么办 没关系 你居然还敢回来打 这小伙子 一攻马上好了呀 还没好啊 这边又是蓄了六条飞龙 这个时候强坏 强坏下面吸收一点火力 吸收一点剑射的火力 西瓜这边打得过吗 打得过 他飞龙已经占优势了 别六条飞龙来了 哎呀 新来一个 换起来西瓜人口亏了呀 98打77 我还看着你开的三光 你不要急 对 哥马上招牢捅一捅你 但是飞龙的一攻 又可能是攻防会决定胜负 但我觉得由于跟刚才不太样 关系飞龙成不了形 对你现在飞龙不会说有一个太强的规模 主要部队还是靠地面 靠妹妹这个招牢是有一攻的好像 对了有一攻 你的小狗拿他还没办法 拿他真还没办法 飞龙现在很多 两边都很多飞龙 十三条打九条 你说真的有一攻 你还真不一定打得过 对 关键这个三基地要被压掉 这边在这 飞龙数量不足 飞龙数量不足 还有死飞龙 死了一条 又死 被点射了 被点射了 又死了 还被蟑螂 蟑螂已经挺过去了 蟑螂 这一团基地要掉了 哎呀 西瓜扛不住了 三个地包 爬下去了 再扛不住啊 这个神奇的理解 扛不住啊 女皇出来帮忙 但是飞龙一条一条 一定要在倒 这是一个临界点啊 虽然你有一攻优势 但是飞龙站不住 人家站不住蟑螂啊 你这女王顶不住啊 站不住 站不住 关键飞龙站不住 这个很关键 蟑螂这个一攻太关键了 你打我一攻蟑螂 哥也打你一攻蟑螂 嗯 现在基地也是开起来了 西瓜感觉崩了 这边只要把你基地先点了 哎 你不要开矿了 对 想开矿是别想 我现在就纯刷狗 我觉得也是 纯刷狗飞龙 一嘴 你看他钱 现在一千三百多块钱 对的 哎 又是又是要损失一条飞龙 哎呀 哎呀 差一点点 靠妹妹抓飞龙 这个能力确实有一绝 是的 现在西瓜 两飞龙十八条狗在造 但是这一攻的蟑螂 站在这里真的很威武 堵着你 哎 你怎么办 堵着你 哎 你来 你来啊 你来你吗 我就打你 现在西瓜的卵 可能不太够 他必须要飞龙度过 一个临界点 才能打 哎 哎 后面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了一点失误呢 飞龙没有接上吗 飞龙没有接上吗 你看看 有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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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飞龙数量看看能不能顶住 飞龙又接了三条 女皇加雪 加雪 能顶住吗 顶住了 哎 还是往回退 后面三个宝 可以守一会儿 极底不能让他开 极底不能开 时间拖得越久 对西瓜越不利 哎呀 打爆了 没退掉 西瓜没钱了 是的 现在后面没有 爽 现在我就抱狗嘛 对啊 我抱狗 你敢来我就 A你 现在西瓜也发现问题了 开始变 变几个毒爆 靠美的ZVZ 真的很强啊 确实 不是 再下一个 好的 现在靠美眉 悄悄的补一点点农米 够了呀 他只要把 哦 双线飞龙 哇 这个飞龙有点精髓啊 哦 靠美眉 哎 哎 啊 天呐 要了亲命啦 天呐 不过好在有一条狗 还有一条狗 这一条狗搞定了这个基地 现在这两个宝 西瓜想穿双线 戴凯他打不到 打不到东西 打不到东西 飞龙太多了 打不到东西 完全打不到东西 家里面这双线飞龙 双线飞龙开始各种光线 哎呦 西瓜这样的 这还在操作这个 你敢信吗 他在穿线穿口的同时 还在退这个 现在人口仅仅多10个 但是后面妹现在有钱有气 对 后面妹现在想通一点 他再爆十几条飞龙 西瓜直接就挂 是的 西瓜现在也三方干不起来 哎 两女皇在下面 西瓜补了四个防空 他可能也是知道对手 可能会强行爆飞龙 是的 这一场西瓜已经很难打了 好 这边抓得很漂亮 抓得很漂亮 直接围了光 现在小狗过去就打不过 好了 这一番比赛卵和气金钱 后面妹虽然剩了这么多钱 但是现在只要瞬间刷出 十多条飞龙 这场比赛就结束了 我觉得靠妹妹现在就在对我喊啊 你看 隔的圈可以大一点吧 隔的ZVZ猛不猛 他肯定会说 但是确实这场比赛 他表现出来的实力真的很强 没说 好 主报来 我飞龙来 飞龙来 点你毒报 这边有谁有说西瓜喝雪碧 靠妹妹喝百事 是不是表明 雪碧比百事更有益于智商 但这场我们看见 雪碧跟百事的勾手差不多 现在西瓜开始利用多线的飞龙进行骚扰 但是人口差的太多了 关键是存的这点钱就把你砸死了 靠妹妹现在 开始换了 但是这两个宝真的是让西瓜欲哭无泪啊 如果能有两个毒报的话 效果会更好 好 这也算一波狗 3D地永远开不起来 飞龙追飞龙 小狗 对小狗 这打出星期一的感觉 区别在于这个地暴 毒暴自杀是在地上滚的 哦 这边西瓜守处的 他有攻防吗 他都守鬼 没有攻防 没有攻防 都没有攻防 飞龙又绕 西瓜的飞龙真的绕得 就鬼魅一般啊 这个 靠妹妹现在火气很大 抓不住 这搞了半天 这什么情况了 他飞龙呢 就追个半天 到处赶 基地还没打掉 四个反攻 西瓜把基地使开起来了 但是 转感染就好了嘛 嗯 有感染 或者你这时候再抱一波蟑螂 你不要抱狗 这个时候去出蟑螂是好的 你转感染 抓他一波飞龙 或者说你 哦 硬来了 这个要硬来了 硬来了 四个反攻 这不一定打得进去 肯定是 没爬下去 只有三个 肯定点爆 这机器肯定强 飞龙 小狗 飞龙强行打了 这边一攻的飞龙也不行 飞龙踏得有点远 但靠妹妹既然出这么多飞龙 其实应该把飞龙一防 都生一下 是的 哎 哎 哎 还是打 还是打 我还是打 我点光 点光 小狗点光 西瓜还是努力的在打双线 对 其实西瓜在后期表现出来的双线能力真的很强 是的 但是 可是我们还是用自己的经济优势 用钱砸死了西瓜 西瓜的二矿也要干了 没什么机会了 人口已经降到了58 我们看见西瓜这边 镜头里面是开始叹气了 确实也是 没知道自己大势一去啊 没什么机会 但是这场比赛又很精彩啊 这两个人打得真的有点 这个多线太华丽了 两个人打的 这个ZVZ打得有点好看 所以现在我们看出最难看的比赛还是PVP 好 这一波狗没打到 西瓜还在努力的想开出这篇分光 嗯 50人口 而这边 科姆妹是132人口 你发现没有 就是现在ZVZ啊 有点像快节奏的围棋 嗯 而TVZ是慢节奏的围棋 是的 这边继续爬出来 科姆这边是只 哇 科姆的钱也踩干了 ZVZ能够打飞龙口 能够把两框打干也不容易啊 哈哈 现在人口已经是达到将近三倍人口的差距 是的 西瓜确实是大势已驱啊 现在科姆可以直接飞龙进来清你家里面呢 哦 这怎么爬下去的 难道刚刚才剩了一点 对对对 好 飞龙狗 最后的一波 强势前压 好 但是狗撞独爆 狗撞独爆的了 最后一波 即便你有这么多的部队 即便你一直加血 都没有任何的机会 没有任何的机会了 西瓜还不愿意放弃34人口啊 34人口打123人口 确实这场几乎是让他一度找到一个翻牌的机会 西瓜可能也没想清楚 为什么我前期萨尔对手打得这么好 杀了这么多人 二 我们再看看杀了几个 56个 总共杀了56个农民的情况下 没打过 即双戒 双戒 西瓜在最后上我们在选择双戒 帮我们队把比赛表现出来 所有这些实力 让我们看到了 他确实有资本出来 个人说自己对一个一场 没错 确实是强这样比赛表现 打得真好 一场这边在26分钟 非常精彩的一场 对不对 而这场比赛也跟西瓜提了一个 不要以为是同队 这场比赛就很轻松 是的 同队的也许给你造成的压力会更大 我发现靠妹妹确实长得有点帅 靠妹妹如果努把力 各位观众 你现在试问的是 YouTube 你带来的精神 BMSO2012比赛 最正的双方是来自 IG战队的COME 最正来自 IG战队的西瓜 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 红色的重组 就是来自 IG战队的COME 出生在两点钟的位置 IG commitment 这边我们看一下 蓝色的重组 就是来自 IG战队的西瓜 是出生在了 8点钟的位置 IG 这个你 你这个暴墓 你应该学学韩国人的 对吧 韩国那个 有那个叫什么 音效的 好吧 就是他人族是人族的音效 重组是重组的音效 这样 人族是神族的音效 是的 那个太复杂了 就是他 他比如说人族会有一些机械感 你告诉导演 对 陈姨奶奶都出的来了 还 9D 9D 我们看看 9D还是10D 9D 我问你问你 9D跟10D在ZZ那家里面有区别吗 好像没什么区别 你觉得有什么区别吗 从理论下来讲 10D偷两个农民再到房子 这种是一个比较完美的一个开局 我很老实的 因为我从来没放过9D 所以我不知道有什么区别 那你不是经常all in的吗 all in要么7D要么10D 我从来没有过9Dall in 来 这边西瓜 嘿 一个探路 小子又堵我双开是吧 他刚才绝对是堵西瓜双开 西瓜肯定也想过双开 但是这个农民一态 好了 你这个9D呢 我不玩这种东西 9D有一个好处 我跟你说9D跟10D 最大的好处在于什么 9D比10D要快 大概5秒钟左右 这5秒钟足够让他在这里杀一点农民 那这样的话他前期再补一圈农民呢 哦 哦 还补一圈农民 这样来的 这还补一圈农民 你all in的 哎呀 你这个就是不给西瓜活路了 我们看看农民数量 这边是有14个 看一下 10 14个你拉出了8个 那还是有差距嘛 那还是有差距嘛 不这个 我印这个 莫名其妙啊 这个我印 靠美梅的表情好像有一些 感觉开局被 针对了 没办法 只能是打出一个极限的战术了 那没必要啊 我觉得 你可以打的 看看这边 地宝肯定插不下去 农民数量差了那么多 那这个你就完全属于赌 赌命啊 这个 西瓜在这边 放了个宝 赌命 看操作 看操作 西瓜的农民没有输出 没有输出 但是 但是还差得很远 这数量差太远 还差得很远 因为地宝已经好了 这样交换下来的话 没用啊 没用啊 还是亏 女王友 9农民打5农民 而且这5个农民 还有2个在外面 好了 这已经不能 其实我觉得 刚才真没标过硬 也许他是赌西瓜 不太怒双开 怎么可能 西瓜跟你打不可能的 上一盘都已经探过一次路了 对吧 西瓜不会打这么低 西瓜是一个 很球稳的 比较保守的选手 你说你用这个打法去打9 我觉得是有机会打到 是的 那这样10个农民 打6个农民 关键是多你一个女皇 这个女皇太关键了 这外面的人在 从这个讨论现在胜算的 已经讨论到98% 到99% 之间 你们也确实会讨论 98%和99% 在ZVZ对抗当中有区别吗 我们一般都说 八成胜算 九成胜算 对对 他们能讨论到98成胜算 好像搞得很专业 特别是那个小光头 在那里 我告诉你啊 现在只有98%的胜算 娃娃说不是的 有99%的胜算 还要纠正你再说 搞得跟真的一样 固岛在旁边说 哦99% 你看被忽悠到了 哈哈哈哈 固岛被听得一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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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好现在农民数量已经是差了一倍了 这个已经差得太远了 20个农民 打10个农民 靠我们是不想退啊 我真不想退啊 我火箭好大啊 我的圈不要变小啊 不要小啊 我要跟路夫一样的圈了 我受不了了 路夫也是0-2嘛 路夫的圈也是要越来越小了 不过怎么说呢 我觉得这场还是 看得出靠美眉的水平不错 我不会说 你一输 我就立刻就把你的圈挑小好吧 是的 然后看你打得怎么样 你的ZVZ确实很强 打得真不错 但这场比赛你确实选的 战术太二了 意识又下降一点 心态意识全部往下调 有点意思 本来都是80多的对吧 心态我那天还给他调了个95 你怎么会给他调这么高 我想他平时这个这么自信 哎我跟你说跳 越平时越调 打比赛都越怂 就现在看来 他的这个心态只能调成 调成多少 调成那个70多 好 这边西瓜出赌暴虫了 哇 你气候都没放 就气候蟑螂吵的 这什么大法呀 这个 这只能单跨蟑螂了 我不记 嗯 这边赌注 反正也不要你看 但是你刚才 其实你就说你实地放下去 然后你两个有黄赌注入口 你all in 其实局面可能比现在还好一点 是的 你九地嘛 可以咬到农民 二十九打二十七 这边群众们水友们已经发现啊 这个小色说东本和Gym的人走了以后 网络就不卡了 嗯 以后要禁止东本来看我们的NC 影响网络 它有百分之二十的这个光环站在那里 是谁受得了 这边还有谁有在问啊 会不会以后也跟GSL一样弄个S级 弄个网马赛 那再说吧 嗯 再说吧 还没想好 那当然如果你们都在上海住着那 不要说S Code B Code C Code D 对吧 都可以 好 升二本了 西瓜这边是直接B啊 升二本 一两条小狗已经强行绕进来看好了 哎 你出蟑螂是吧 嗯 啊 COME这边是出蟑螂 然后开二矿 然后这边西瓜二本都好了 这个局面不肯逆了 就算对手是东本这个局面都不肯逆 把东本这个时候就掉线了呀 不会的呀 我是说西瓜是东本 啊 那也是 啊 你意思就是说 干嘛 我不说 不是啊 哎 要是 要是你想 嗯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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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重足 对啊 如果 COME现在是东本 啊 这样比赛掉线 你就判负了 对的 这样比赛掉线 你觉得能判重打的啊 是的 你好意思判重打吗 啊 那如果 如果西瓜是东本的 西瓜是东本 啊 这样比赛还是可以稳稳的拿下 东本还是有点实力 啊 这边西瓜刚才还以为对手要打一波 所以说还补了第二个宝 然后他发现对手开二矿呢 那宝也不用补了 COME这边 人口是落后了十 十八个 我们看看农民数量是少了 农民数量也少了蛮多 其实就是农民数量少 COME运营还真可以啊 在这种三农民的情况下运营成这样 三的五农民好吗 死了两个呀外面 死了一个死了一个 四农民 四农民 比开局还惨 别人生下来 生下来都有 生下来就六个 生下农民就比较 你看现在这农民永远是差一倍 你发现 对啊 好追上来了 但是基地又少一个 现在西瓜也是尽量在求稳 好等于有蟑螂速度了 我就过来瓢一会儿你对吧 又埋地有蟑螂速度 我就搞一会儿你 这边你连二本都还刚刚开始生 全面落后啊 我们这边是不想退啊 我真不想退啊 这场比赛 奇瓜是我不想输啊 我一定要稳的 两个人都在都不想输 这一波因为有埋地有蟑螂速度 所以说随便过来搞搞你 可能这一波就打死了 是 不农民那打死了 就打死了打死了 两个独暴直接往农民堆里放一下 也不可能这样有机会 是的 再撞一下 地宝也是撞伤掉了 有埋地 关键还有埋地 这个回血太太好操作了 奇迹 奇迹 恭喜西瓜 虽然并不是很顺利 但是还是以二比的存绩 取得了 今天的比赛 对的 那这场比赛要恭喜一下 奇瓜是获得比赛胜利 当然 康姆的这场表现也无愧于 他是现在中国最强的同志选手之一 打得很好 最后一场 再次失败 然后西瓜过去 你干嘛要干嘛要搞我 然后康姆肯定在说 那我独一双开嘛 好 好的 各位观众 欢迎来到我们 NSO现下赛的比赛现场 那我身边呢 现在是站在了我们 IG战队的KOM 跟大家打个招呼 那在刚刚那场比赛当中 非常的可惜是输给了西瓜 那么 虽然说第一场失去之后 第二场是完全的搬了回来 那么第三场 选择了一个实体 all-in的战术 那当时是为什么 选择这样一个战术呢 因为我觉得第二盘 我也裸霜了 前面两盘都裸霜 第三盘我觉得 他有可能也裸霜 然后就选择这个战术 但是当他罗咪来我家的时候 当时想着只出下狗 那補罗咪算了 然后当时觉得 哎算了 就是一般人的话 也可以打个差不多 结果西瓜操作 确实很好 然后就大亏了 我记得很多很多的阶线 都说过一件事情 Rush最忌讳的是什么 来告诉我们 Rush最忌讳的是什么点 最忌讳的就是不够坚决嘛 没错 这边的话也是非常的可惜 那么COME现在小组当中 非常的可惜是已经两副了 那么接下来的比赛 对于你来说 可能会更加的艰难 那希望COME能够在 接下来的比赛里面 能够发挥的 好好发挥 好吧 那么基本上来讲的话 今天论坛上有很多很多的 水友问了一下 这样的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都说 你是本届 NSL 最帅的选手 自己怎么认为 我觉得那个 只是大家随便说这个玩而已 今天我们也是对选手的造型 做了一下更新 那对今天自己的造型 打几根 我觉得我这个造型 我自己 还没看过 看似看过 但是不好说 好吧 那这样的话 也希望COME在 接下来比赛里面 再接再厉 那么这一边 接下来的一场 依然是你的队友 两名都是你的队友 是Maxed还有西瓜 有什么想法对队友说的吗 加油 最好都能是谁的 OK 那希望这一边的话 继续关注我们 NSL新下赛 这里是 NSL 来自 IG战队的西瓜 我们看一下出身点位 红色的神图就是 Macro Z出身在了 Postfire的1点钟位置 IG Maxed 这边蓝色的重途 就是来自 IG战队的西瓜 出身在了7点钟的位置 IG西瓜 这边西瓜在这张地图上 其实多线就没那么好打了 但是多线有一个缺口 就在这个位置 有点难 在目前的PVC来看 利用这个缺口打出双线的人 好像还没有出现 对 因为因为这个地图 它毕竟在这个位置 它可以开矿 对 开完矿之后 你要过来打这个双线 你必须要经过这个路口 那很难 但是前期这个 其实这个路口 我觉得现在的选手们 利用它还不多 对 那正常来说 这张地图设计出来 这个路口是绝对要利用的 可能是考虑到就是 因为你一旦是去搞这个路口 对手从后面堵一下你 就靠不掉了 或者说直接 正面一波就捅出来了 你要回旧 还要绕好大一个 对 其实是比较尴尬的地图 但是这个地图 这个路口的设计 是源于星期一时代的 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路口 星期一的时候 这个路口是怎么设计的 也一样的 也是个中立建筑 要把它打开的 也是一块石头 这边我们看一看 麦克赛的就不如拉不踢踢了 打得很保守 我稳着开 这也是每个选手 不同的性格和踏法 是的 而西瓜是一个正常的慢狗开 就稳稳的 稳稳的跟你进行对抗 这边也是操作的很好 你也不要小放下去 我相信他们两个人在韩国 真的练习的真的有点多 整个比赛 现在来看的话 两个人肯定是知根知底的 不过在韩国 可能没练过这张图 没必要练吧 没比赛来练 对 韩国练的更多的应该是什么破晓啊 破晓 什么大都城 什么那个 野蛮神谷啊 野蛮神谷 野蛮神谷还好打千梯可以练 是的 这边看一下西瓜后面的第三个基地到底是 可能西瓜要直接放三基地啊 还是他等麦克赛的看 先看麦克赛的开局 反正你就单笔一开嘛 哦 哦 哦 要不要做些文章 西瓜这边是绕了一圈 好那抓不到了 抓不到了 你觉得这一场 麦克赛的会不会放影到这些东西 我觉得有可能 这一场啊 说不好 这家伙 之前我们看暴水竞赛上面就喜欢放影到 是的 说不好 因为你看这个农民放在这里 依旧现在还是没有下任何的科技建筑 西瓜的第二个房子正好是没看到这个农民 是的 看不到 是的 开矿 麦克赛的这边还是做的细节还算比较的保守 比较保守 这个矿有可能开给你看的 两百的气了 什么都没做 有点 有点奇怪 先开机体还是先开机体 开了机体再说 先开机体后面补哨兵 哎 哎哎哎哎哎哎哎 还好还好 补哨兵 单兵营双气开矿 很少见哦 嗯 西瓜矿速度会比较慢 然后自己的一个就得搞事情 科技选择会比较多 但这边这个农民被发现了 西瓜确实在侦察上面还是很细致 嗯 知道对手喜欢阴自己 好 vs 这是也是我们之前说就是在这个地图如果你不想被对手扔了rush那你就放 vs 对而且这个时候西瓜这个基地难开就是因为 vs这个虚空打已经很难受 现在要看西瓜怎么样把这个地毯迅速的扑过来 有点难 女皇要很早就要到位 要有意识的去到位 我觉得 像西瓜这个基地这么慢啊 可能要提前爬两个女王过去 对 这边西瓜是6分钟两气 这是我们看着比较多的西瓜的这种运营方式 比较传统 6分钟两气 然后是正常的运营 海气 7分钟这个时候他主要是用通过通过侦察来看你怎么打 嗯 如果看到你是这个虚空的话那我就继续的补农民了 是的 如果如果我没看到你虚空的话那我就正常的要再早一点放下蟑螂潮 就是7分钟左右先把蟑螂潮放了 因为他现在是看不到对手的开局 他只知道你是单兵开那单兵压我完全不知道 这个 vs 好迅速的不太 女皇先到位 哎呀还是个半血的 没关系没关系半血都无所谓 他为什么会半血啊被决裂打 现在我们要看有没有看到西瓜这个很关键 好像看到 可以看到可以看到 哦 看到了看到虚空了看到虚空了但西瓜的狗在这边搞事情 西瓜的铺毯确实铺的很快在这里 好 女皇第二个藏在后面第二个女皇到位果然是先爬两个女皇过来 那这样没有问题 嗯 两个女皇这个就是说你要去防这个三框啊 你放到这么晚的话必须要爬两个女皇 是的 好那这样的话这一波骚扰也起不到什么作用 抓起来杀一个女皇就可以了因为第二个女皇已经造出来了 算了吧 走了吧 哎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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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飞是什么情况 他是一波兵压出来了可能是操作上直接点出失误了 是的这个虚空倒了对他影响还是挺大的 没有这个虚空火力对手感觉没什么火力啊 但是西瓜这边好像自己也有失误啊农民补多了 应该没有问题后面接的这波蟑螂已经要出来 蟑螂狗在接了这个时候其实可以 地堡都不用下了 麦克赛的这一场我觉得 如果是打的这么激进的话 他过来杀这个你要早点这个虚空不死你这样杀多好 麦克赛的操作确实也很好 那边立场又是封住的蟑螂 操作真的很好 凤凰开着视野对吧 你要是过来搞我就封你 我跑了 家里面是好像是转多兵一波了 没有放什么科技建筑 但是这边的能量也是用的不好 V2 这波兵跑得掉吗 有机会 后面蟑螂已经来了 这边杀几点狗还杀几点狗 走人 然后继续利用 哎 没封到特别好 继续利用路口再封一下 反正你蟑螂追过来 你也没速度慢的要死 这边最多再死 再死个 好封一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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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不封了这边兵好像很多 一攻还没有好 啊奇怪这波强压的话麦克赛的很危险啊 哎封啊封啊封的不错 一瞬间把这个立场封开了 这就是有点操作真的很好 有点极限 嗯 但是在运营的角度来说 西瓜已经58农民 呃没什么问题 稍微等巨像出来就可以解决这个 嗯 哎呀抬狗 有什么杀什么吧 哎这个房子这样也不清掉吗 他其实可能就是让对手看哎 你看我这边补命 我蓝矿一波 其实我是放巨像箭 这边有没有看到我们看一下巨像箭是放在哪 巨像箭是我们找一下 啊 放这 啊 好一号要的位置 但是西瓜这边转飞龙了呀 十条飞龙已经在造了 嗯 不过呢由于这个图龙狗欢家 没那么好坏 不是特别好坏 但麦克赛的三框没开啊 这个时候也是个压力 他肯定想好了两框一波的 嗯 好看到飞龙了看到飞龙了很关键 这样出巨像的话肯定就两框一波的 看到飞龙了 凤凰是在拼拼甩 甩掉一条 凤凰打飞龙其实很给力 嗯 他打飞龙现在有加持继续接凤凰 继续接凤凰 嗯 有出巨像 巨像追猎凤凰 配合Zelot和哨兵 嗯 麦克赛的对哨兵的保存非常到位 习惯这边已经出独暴虫潮了 但是在这个地图立场太好放了 是的 你用独暴去跟对手这样的一个巨像部队打的话 我是不太看好 继续的补凤凰来防你的飞龙 有地堡有凤凰 好 凤凰操作只要不出问题 应该你的飞龙也骚扰不到太多东西 好 搞你 其实这个时候麦克赛的其实可以考虑吧 整个凤凰射程生意是 VF啊 可能气不太够 他觉得有点慢 两方出巨像气确实不够 主要是这个三框不好开 三框好开我估计他就不够了 一个巨像往前顶 这好像是你跟我提过的一个timing 但这个timing说实话 西瓜由于他运营没有出问题啊 所以说你这个timing出去 虽然很猛 但是这个地图你还将不好打 有可能被换家 又打成一个换家 嗯 这边有一个不朽对手插了好多宝 西瓜插出 忍辱偷生流 我们看一下差多少个宝 这波看看 诶 哦 风的很不错哦 风的很不错 狗风进来了 狗风进来了 但是有蟑螂还是强行破口 这个t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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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破口就换家嘛 西瓜同名都过来了 是的 我们看一下西瓜家里面插了很多地宝啊 嗯 忍辱偷生 上面也有 上面也有三碗 家里面就不用看了 我觉得这边就看麦克尔赛的什么时候能传点冰出来 哇 这个防守已经太稳健了 现在的11G好像就是比谁地宝多了 是的 西瓜的这一次换家确实也换得非常的出色啊 麦克尔赛的也没手术 虽然你甩的很漂亮 但是也没手术 没手术 这张比赛这张地图整天就前期选战术选择他们西瓜 防这个三框太没有压力 太没有压力 就算我被打掉一个防空 哎防空Q巨像 差不多了 两个人已经被打的差不多了 那这样这场比赛马上就要结束了 西瓜的ZVG确实让人觉得有点强 其实刚才你说他差这么多管子我从后面捅就好了嘛 对吧 嗯 但家里没被啊 所以说他你也是急 主要是家里面没守住 家里面守住了什么都好 对的 我确实也很难守 就是有蟑螂有狗的情况下 配合飞龙强行破狗 你还真拿他没办法 是的 刚才麦克尔赛的防守其实已经做得不错了 嗯 从背后打上去 但是也没用 人口插得太远 但这也是西瓜那么强 所以说麦克尔赛的才 才打成这样的 西瓜插进宝的时机 非常好 嗯 他当时一看情况波标就停兵 然后把气刷身飞龙 把钱刷身低保 他纪律性很好 这是 好这边是强劲在拆东西 但是没有用了 没有用了 一共一防的追裂也是起不了太多的作用 而且没有 就批林克 林克 林克我觉得在这样的局 哎 其实你说真的布林克有的话还真的蛮猛的 好 你确定吗 那这个这个是没有用的 这个 西瓜现在想好了 一百根 一百根 你也不要下来 百人斩 要是这个这个把锯上磨了才搞 那这个是有个傻子 嘿嘿 那这个钱也没有了 他外面有农民吗 有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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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拆一会儿 点个气泡 下去看到这么多地方 我估计就已经没想法了 已经没想法了 哇 这个不要骗子 这个 这也破壳 站在这里站在视野的优势 巨匠有射权慢慢来 谁你慢慢来好了 关键有飞龙了 麦克在的还在想找寻最后的一次机会 但是看到飞龙这么多的情况下 狗飞龙上去 巨匠点掉 巨匠点掉 好了 姐姐 那恭喜西瓜 还是非常强势的拿下了 小组的第一分啊 嗯 这一分很 这一台很关键 这一台我觉得 对于西瓜来说 呃 这场比赛如果 如果这场比赛 输掉了 如果它是2比1 这小组其实很乱 对 如果这位你带来的定层杯 NSO2012第一赛季的比赛 对于这个装方 是来自IG战队的麦克尔赛的 对于那是IG战队的西瓜 这是我们NSO的199场比赛 那就是明天的比赛 有什么是200场 好 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 你意思就是说 啊 有可能最后一场比赛是 对吧 我们看一下 这边红色的神族 就是麦克尔赛的 是出生在4点钟的位置 IG 麦克尔赛 这边蓝色的虫族 就是来自IG战队的西瓜 是出生在2点钟的位置 IG 西瓜 当然如果刚才我们说回刚才 刚才说回刚才的话题啊 如果这场比赛 麦克尔赛的如果赢了 那最后一场比赛 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 就是我们NSO 这个赛季开赛以来的 第200场比赛 嗯 我觉得这第200场比赛 还是可以值得纪念一下 不过是什么 200场比赛是什么好奇 蛮好呀 一个整数呀 999才能纪念好 999这个赛季打完了都没有好吧 我一想过来全部打2比1 波西全部打成4比3 333呢 啊 333有机会的 333还有机会 看看西瓜 西瓜其实他的打法有点 有点衬统 对 最传统的那种 慢速狗 三开 玩实力的 没错 你搞得死我 我反正把我所有的细节都做好 你搞得死我 那你实力强 你搞不死我 那对不起 你永远打不过 而这边麦克赛选择了双开 双界上面选择了双开 他想好了 两框一波嘛 是的 我是觉得这个图麦克赛的 可能是想把堵住啊 堵到前期不要去跟西瓜去打什么大后期 如果是想运营的话 肯定是选清搞 是的 你看这张图 他在这个位置 然后因为这个基地放下去了之后 会形成一个天然的屏障 对 两个立场就可以封住这个路口 让三不朽在这个位置一站 一会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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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很难打 好 这边麦克赛选择想好了 这跟拿不提提的想法一样的 嗯 就是让你三开 三开之后我才好打战术 对 一波三开我还不会打的 嗯 点个东西 再点一个东西 狠一点就再点一个笔记 你不要开矿了今天 人家二矿都点下去了 你这样干扰 我觉得有点骗自己 哈哈哈 但是他这个想法就是什么 我干扰你就是什么 我让你不爽 嗯 但是你不爽了你不会正常打 不会正常打我也打不来了 对啊 这个图如果重出这样一波神出 神出也不好防啊 要的就是你正常打对吧 嗯 三开正常打 西瓜你不就是六分钟下二气吗 对啊 背都背熟了 六分钟下二气 那你八分多钟才有狗坐 隔七分多就去了 麦克赛的进去看一眼好没有两气 这个意图也很明显啊 正常的意图 是的 看他要选择什么样的打法了 一气 呃 两气 我看一下啊 这边是二GD已经好了 而麦克赛的两气也是正常下放 鼻歪 鼻歪 这边做的正好 正刚好 然后一个农民是溜出去 看看西瓜的空图 能不能够看到这个态度的农民出去 看看他的位置 哇 这个 都已经等好 这个太了解了 这两个人真太了解了 这个 那小狗放这个位置等着 受不了了 这个 他不站他不去站这个对吧 对的 他在这里等着你 他也知道你会绕开两网 嗯 这就是职业高手他们的一个细节 嗯 好 五分三十秒了 哎 五分三十秒就两次了 哦 五分三十秒就两次了 这样的话 他整体的一个 timing会比 就是他防守timing会比 正常的提倒三十秒 他想 他想 按照正常那种捅出去 可能就要中招 他想好了的 西瓜应该是想好了的 这场比赛 可能要 可能是在44农民的时候就停下来 44个农民的时候停下来 然后 不停的刷臂 说不定 三开狗蛋 见的没见 Blink 两攻Blink 要么就引刀 但是两攻Blink的可能性比较大 比较大 因为这两个气没下 而这边这个房子 看两个人熟悉程度啊 嗯 西瓜大概在七分钟左右 这个房子会动 先下啊 果然是全部提早啊 全部提早半分钟 是的 知道 全部提早三十秒 暴兵全部提早 西瓜也是做了一些细节的调整 想一拨我是吧 哼哼 七分钟啦 该动啦 麦克斯特走的是正常的两攻Blink的一个路线 那这样的话 刚好被西瓜算计的啊 这个图两攻Blink不太可能是拿来 开矿的 不会给你搞事 两攻Blink就往死里打的 对的 先捕到四冰营 嗯 然后我们要看一下麦克斯特的加速啊 是不是给他攻防上面 诶 很熟悉啊 两个人 复到四季这个时候 门开了 西瓜已经提前报兵了 嗯 他要的就是你在 刷兵之前 就你不是要点个水晶在这个位置吗 对 就把你的水晶点 顶了 刷兵之前我就跟你开战了 我不能让你站好了跟你开战 好 不停的加速攻防 两攻已经是要马上准备开始升了 两攻啊 这一次一看在眼里了 懂了懂了 基本上是懂了 二本再提 二本都快好了 他连这个BV都没有放 他应该是知道麦克斯特在这张地图的想法 我们看一下 现在西瓜不停在报兵 农民数量是47个 基本上也是够的 够了 47个够了 但他这个时候就一个 哦 前压转引刀 这个打法确实是 不是 他这个打法是这样的 两攻布林克跟你跳的同时引刀溜你家 对 把你家前压转砍掉 这不是 你怎么知道我想说这个 因为那天他把我基地砍爆了 好吧 我确实是想说这个词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好吧 西瓜选择的是强行换 换家 但是没有想到 麦克斯特的防守还不错 正好是回家了 这一波打下来西瓜 不转啊 不转啊 这四个叉子输出很可怪 不转啊 但追列换得什么 也可以 也可以啊 关键他这个是仰攻的 不是 他的布林克不是干死你的布林克 是引刀搞事情的布林克 对 如果你的兵不够 你还解决不了引刀呢 我觉得西瓜这盘可能要中操了 西瓜有没有放防空 没有没有没有 这个 他都这样了 他还放防空 他已经想好你是两攻布林克了 他肯定知道判断的是两攻布林克 那就全力的顶正面 结果没想到对手是引刀溜溜溜 西瓜继续溜狗 正面 正面就是跟你搞事情 对的 追列数量有那么点 你也看不出来到底是多是少 是的 反正我有跳的 我两攻我有跳的 你看懂了吗 看不懂是吧 引刀出动了没有 这时候引刀台好了 为什么没有引刀出动 这里应该刷引刀了 他刚才可能是没想到西瓜顶得这么狠 这里应该刷引刀 好 三把引刀三线 是三线吗 直接分了三线 两线三线 西瓜这边可能要崩盘啊这样 麦克斯特现在战术已经打出来了 我们要看西瓜防守 幸好是刷了一波农民 西瓜发现问题了 发现问题了 一线 西瓜是三线防守 诶 诶 这是右键点过去的 诶 好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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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瓜被砍到东西 砍伤掉了呀这个要 嗯 家里面呢 家里面呢 好家里面已经好像这边已经解决逐框了 解决的还算很快 解决的还算很快 但是没反应过来 六个七个 七个 两公布里克一旦你的经济出现一个问题的话 就可能会打崩盘 是的七个 我们来看看杀了多少农民啊 十三个 十三个还算是一个 还有还有还有西瓜还有农民 因为他刚才刷了一波农民 对的 好把你的这个眼虫给点了 没点到 没点到 点点 好两公布里克刚才跳了一下 现在往上跳往上跳往上跳 一个一个往上跳 被顶的有点伤 好西瓜这一这一盘防守真的还是很不错的 挡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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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暴力太长了 好直接把你这根水晶给打了 是的 水晶打了就可以了 不过损失还是很大的 这根水晶损失有点大 这波可能打不过了就 但现在神度主要是接不上兵啊 这三把引刀并没有取得想想要的这个效果 不过麦克赛特的操作真的还是不错的 是的 好这又是拿皮蒂那样的包夹 哎但是埋地了 哎呀 埋地了 拖一会时间我杆蟲都快出来了 是的 杆蟲一旦出来整个形式都会一转 引刀也搞不到事情呢 现在放VR来不及了 麦克赛特其实做了一个很好的应变 但是 西瓜的整体的反应 刚才我觉得 才砍13个农民有点有点少 防守太好 正常应该是砍到二十几个农民 对的 因为你三线 对吧 虽然说你的人口现在领先 但是在科技上面来说 突然一下子你会发现有一个问题 不过麦克赛特也不是说没机会 现在 嗯 还有最后的一丝机会 因为自己的经济毕竟还是非常好的 开三框 西瓜这边也打不下来 那就进入 哎西瓜完全没有 不农民 就是一直在爆兵 嗯 继续用引刀看看能不能从侧翼寻找一些机会 空下瞭望塔 哎不错 西瓜可能想强行换你开三框的这个时间 但是这样我觉得反而是给了麦克赛特机会 是的 一旦打不下来 经济将会巨大落后 就算你把三框打下来了 他还是经济落后啊 对啊 只要你吃不掉他主力 他你打他他他换一点兵跑来主力 对的 你就亏了 现在要双线了 西瓜要双线 双线穿狗 双线穿狗 看麦克赛特这边堵 堵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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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堵 能堵住吗 跳回来 基地掉了 啊 学区农民 农民全倒掉 损失好大 基地还掉了 基地还掉了 这边也没杀到什么东西 详细摇 这后面能刷兵吗 诶 为什么不刷到这里 这一下搞大了 这个双线直接穿出事情来 又再H 再H一波 农民 刚才我们看损车多少农民啊 21个 一瞬间就杀了21个 而麦克赛特也是有一把引刀在砍对手的农民 所以说刚才我看到西瓜的农民也是有些 应该是这里 是的 两个人都在打双线 看看西瓜还剩多少 41 43 43 两个人农民都是剩的不多 对 但是对虫竹来说 那虫竹很开心看到这样的一个局面 对 因为他有三框啊 嗯 也没三框啊 西瓜刚才这个双线啊 我觉得还是麦克赛特在这里啊 拉农民拉的不够彻底 也没有办法 因为他还是不想三框掉 嗯 他当时如果就想好了一退 三框回来把这波狗吃了 嗯 那也是一回事啊 对 毕竟你把引刀在还在这里搞事情 对的 好麦克赛特继续刷了引刀出来 但是现在有个问题就是 这几个感染虫有点难解决 带球打一波吧 要 对合成球跟他A一波 说不定可以赢呢 哎真有希望啊 因为这是以狗为主的一个部队 如果 你有两攻啊 你有两攻对吧 对你有两攻你有球的话 还真有机会 我们看人口上面其实 神族并没有落后多少 麦克赛特别小通了 三框不要开了 一个引刀厚在这个地方 也不要开了 哎但是第一把定不能定 啊 哎呀 但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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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定住 但是没定住 这第二波 能跳走吗 哎 三把 但是正面战场上我们看一看啊 正面战场上好像打不过了 这个立场很漂亮啊 还好跑了一些 嗯 两边都在进行极限的操作 我觉得刚才这波 追猎没跳走啊 这个威力真的是 也是西瓜接定接的好啊 还有还有还有 够多够多 完全够多 这时候应该要追猎去包后面的感染 嗯 但是很难 这个操作很难 很难 没有立场了 关键定 好了 这个交换对于神兔来说绝对是不想看到的 对的 但是这边好像似乎似乎似乎定 现在把我定的是一个湖形 是一个湖形 西瓜 西瓜的蟑螂损失的密加力啊 但是还是神兔这波冰已经是感觉 哎 不对哦 有可能接上来哦 有可能接上来 大崩盘了 接上了 大崩了 感染虫还有三个没有能量了 没DPS了 这个没DPS了 掉上去点掉感染虫 点掉感染虫 漂亮 漂亮漂亮 这三个感染虫不改点 应该把蟑螂打了再说 对 因为这个感染虫没能量 等他回来 已经这个三基地肯定掉了 西瓜其实经济也不好 这时候如果再有一把引刀 溜到西瓜后面去 那那那就是神了对吧 但是这把引刀也够了 哎 哎 有吗 哦 这里这样那个打 要这个被打掉了的话 要这里 这里这个被打掉 这个引刀真的要离弄了 两个人打得很极限 没关系 忍辱偷生走了就可以了 他不忍辱 他不偷偷生 他不是九腰 他硬来啊硬来我觉得 硬来你可能要被跳死啊这个 后面还有接兵吗 啊没接了 但其实还有钱再刷一波兵的 西瓜挤出牙缝里的气 出了一只感染虫 嗯 这只感染虫有可能翻盘 哇 感染虫 哎呀没定几个没定几个 这个还可以跳啊这帮 跳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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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这波农民成功的吸收了一些火力 两个人都 后面又是又来了 又来了又来了 西瓜要崩了要崩了 没钱了 没经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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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候神族这个感染科技 这个闪烁科技的体验是拉下的 是的 但是这边还是西瓜在找机会秒 哎 哎 被秒了两个 没经济的操作有一些失误 有点急 有点急 跳 跳的还是有点慢啊 对吧 但是这边都是满血的 你看的都是满血的 几点呢 西瓜现在我们看看他的经济有多少农民 28 哎呀 这个时候这个引刀其实都可以出来了 因为对手现在已经抽不出兵力来打你了 哎 埋伏 哎 但是还是闪烁太猛了 闪烁太猛了 西瓜还是头太铁了 在这个里面 如果他刚才选择人辱偷生 等有了感染虫再打 对 这局势还是有的打 人辱偷生是一个多么重要的事情 嗯 9要告诉我们这样的一个四字 四字真言 对吧 人口上面已经是神族反超了 这个时候神族选择就很多 我既可以引刀牵制你开矿 我也可以选择 是的 继续的硬打 因为经济不好 那西瓜还是要把自己的胜负 堵在这两个感染虫的科技上面 但我们看见麦克赛已经开始出OB 并且开始出这个不朽 原来是 搞了一个这个埋地狗 不要你开 但其实麦克赛刚才在顶的时候 开这片矿都可以的 哎 如果有一把引刀溜过去 那就完美了 无敌了 无敌了 这把引刀溜进去 这个经济全倒 对对 刚才其实就那一口气 嗯 西瓜在经济亏身这样的情况下 居然还是能顶住 已经是很不容易了 是的 但是还是太铁了 这个地方顶的 嗯 太铁了 没有领悟到忍辱偷生 四个大多的经济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说双界这张地图 双界这张地图 选手 就 白克赛得要选 就是因为在这个位置好打 嗯 西瓜 你猜他最后一张图会选 哦 大多会或者是新港 嗯 祭坛呢 祭坛可能不好打 不好打 祭坛因为 同样这个一波 还是有有这个概率 不朽引刀都出来了 这个不朽现在 两个不朽不得了 不得了啊 这两个不朽 大爷 这就是大爷 就算你把我定住了 我不朽都可以站着跟你打 是的 然后还有三四个哨兵 那稍微立场放一放就好了 嗯 稍微隔一隔 看来我们的第200场比赛要在今天出现了 嗯 西瓜看得出现在也是 很急打的 对打得很急 这波他不能让你三框开起来 开起来就不用玩了 立场 立场 风一半打一半 感恩虫连定都没机会定 不朽大爷 不朽你打得动吗 打掉了 但是没有 后面再来一个不朽打酱油 你这包定卷定得很好 还有一把引刀 一把引刀 一把引刀 这场比赛 守住了守住了 环节 重送没后续啊 嗯 没钱了 往前一跳 奇迹 非常漂亮 麦克尔赛的这场比赛 非常非常漂亮 怂声无响 每天怂 绝对不怂 打出来的比赛这么强 没错 比赛是一比一 麦克尔赛的就是标准的半局赤牢 人家这个叫谦虚 比赛 对吧 西瓜没搞懂 这场比赛 这是什么情况 其实一度西瓜都有优势的 但是这个优势就是在于 在那一波 交战的时候 他让麦克尔赛跳成了一个弧形 他的感染虫没有发挥出来 也就是说他的在这一波开战的时候 他由于所有的兵集在一起 他的定没有发挥好 如果是能够 一直把他定成一组冰 那这样的话 其实很轻松 各位观众 你现在是观众中 最为你带来的近日 NSO2012第1赛季的比赛 这是A组的 第2轮的最后一场比赛 所以我们双方是来自 IG战队的麦克尔赛的对阵 来自 IG战队的西瓜 这是我们 NSO第200场比赛 首先我们看一下出生点位 红色的神族就是来自 IG战队的麦克尔赛 IG麦克尔赛 而这边蓝色的虫族就是来自 IG战队的西瓜 好 这边我们看一下 在这张地图上 两个选手会选择什么样的开局 麦克尔赛的选择的是 双开 而西瓜这边依旧我觉得 还是依旧的三级力开 正常三开 不跟你搞花样 前期的开局 其实在PVZ里面 在星际一里面的主流的打法 也都是这样的一个 比较正常的开局 不会搞花样 不会跟你搞什么战术 就是我们来走套路 套路走好了 这场比赛 我们来拼实力了 拼细节 拼实力 更多的变化在于中期一些 双方运营的细节 以及科技的一些转换 反正是根据侦查来的 不是根据就是今天 今天乱来的 这个其实跟亚洲人的思维有关 欧洲人有时候有点天马行空的 今天我想 我想怎么打怎么打 你管我怎么打 西瓜好像也想双开 但是 他觉得不好修地方吧 可能是觉得 即便如此啊 可能仍然是开不了 开了开了开了 麦克赛的判断是误了 不过没关系 两人裸双对裸双 那就军事 那我就先裸双 我觉得这场比赛 嗯 这样开麦克赛的其实还不亏 我觉得真不亏 你猜麦克赛的会用什么战术 三不九啊 我猜麦克赛的介绍要放VS 就是 虚空 这里一个水晶 点四个X 先搞你 然后正面虚空加那个 对 几个X过来插你 对吧 有 这个图我个人感觉它是 用VS打出的一波 用VS带动的一波 也可以 这个图我们经常会看到 那么经典的一个战术 嗯 这战术其实打出来了威力很大 不过话说回来 如果是西瓜碰到这样的战术 我觉得它防起来压力不大 因为西瓜的这个多线 和防多线能力都很强 嗯 像刚才我们看到了 处理这个引刀处理的非常漂亮 换一般的重组 可能这个引刀直接就打崩了 对的 你挡完发现 哎三线 家里面农民都没有几个人 比如说像你这样的一般的处 先开了再说 卢双 那样的一个就是正面给压力 后面跑引刀这种打法 确实是挺好的一个战术 对有点 反正让你判断成量 两攻布林肯 你也看不出来 对 然后突然发现引刀比你想的快很多 是的 密斯流 密斯流 嗯 密斯流 密斯也是靠这个战术刚刚取得了这个 鱼子赛的冠军对吧 女王他现在叫 嗯 不得了 就这样来的 嗯 就是我我是征服过女王的男人了 哎呦 我怎么教你这种说法真是 三比零 你是个陪练好吧 蟒夫流 哈哈哈 我用蟒夫征服了女王 你个蟒夫 哈哈哈 一要两 就我要靠智商征服了女王 我用蟒夫征服了女王 嗯 然后东本被女王征服 哈哈哈 哈哈哈 好的西瓜还是三开 嗯 还是一个正常的三开 农民还绕的 我看好像 哎绕过了西瓜下面那个农民是绕着过去的 是的他不想让你看到我三开 对 哎紧不紧张 我是什么打法你猜得到吗 哼 胡翔立刻先点下哨兵 哈哈哈 哎再来个宝 再来个宝 嗯 不对 对这个形式啊 没有看到这个农民 嗯 西瓜这样的打了一个心理战啊 确实是比较成功的 嗯 看看这边哦 二本 二本很快哦 六分三十秒直接二本 三框口袋 看不看得懂 你现在他现在西瓜判断你要防守 那哥就打偷一点 嗯 这打法主要还是源自于他双开了 嗯 而这边 在美国赛的这边就被看在眼里啊 哎呀好急啊 跳一下 你跳一下就看到他了 三明 这时候如果是腾讯代理的话 你可以通过五个Q币购买一次跳跃的机会 哈哈哈 跳上来打掉哈哈 是 然后再下不去了 哈哈哈 你可以再放五个Q币跳下来 哈哈哈 哈哈哈 一共就是十个Q币 直接出了两个少兵 然后四兵营放VC 这个是最稳最稳的打法 哈哈哈 这种打法的话会导致他的两攻速度会比正常的慢 他主要是没看到三框荒得要死 好这边也是看到看到了 放给你看的吧 我觉得这个是 没有 那他知道别人上面有一个的呀 升级完毕 好这边西瓜依旧是选择一个正常的蟑螂提异弓 然后伸张 好 麦克赛特表示不能忍 要出个幻象来看看你到底怎么行 因为他现在没有选择VR科技的话 真常就要靠幻象 是的 各种加速 麦克赛特的 哨兵出的 西瓜一看 VC是吧 直接刺车塔 我要蟑螂刺车往死里弄 有点狠 好还是两攻布林克的 两攻布林克打刺蛇开的话 有一个timing 有一个timing 就刺蛇跟那个蟑螂成型之前有一个timing 这个timing有点难 就是一旦你这个操作顶得不够深的话 对手刺蛇补起来了 或者说对手不要三框跑了忍辱偷生了 你都难打 是的 第一波立场非常重要 就是如果你能有运气不错的话 你抓到对手一波刺蛇 抓到刺蛇就不用说了 就基本上结束了 你就是抓了一波蟑螂 让他刺蛇成不了形 刺蛇然后过来 裸刺蛇给你打一波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你的两攻布林克会打得过刺蛇 麦克赛的 居然是转成了一个Zelot配哨兵 有点奇葩 转Zelot配哨兵 我就感觉有点像开矿的意思 因为哨兵在PVZ里面 通常是用来防守 但是开矿的话 肯定是被蟑螂刺蛇直接一波打穿掉的 凤凰看了一下 应该也是知道对手要出刺蛇了 嗯 我们看看他有没有看到啊 这个很关键的 看到了 还是要打了 还是要打了 这波捧出去是有机会的 因为这个时候 刺蛇还没有成型的前提下 他把大量的资源全部转化到刺蛇和蟑螂上面 这个时候成不了型 如果你一波立场放的好 确实是有机会 这边还没军产 但是这个哨兵的 呃 这个叫什么 房子点的太慢了 所以说导致他现在这一波出不去 这里还有一个房子可以刷刷兵 我觉得还是有机会 真有机会把西瓜弄死 你说是不是 他在勾引西瓜进行啊 我觉得这个有点像啊 嗯 你没军坦那边不走 有三矿那边不走 你非要走有军坦这边 我觉得他在勾引西瓜进行 一来我就用立场封死你 其实西瓜这个时候不能打 这波兵是死不起的 这波兵是死不起的 来 哎 哎呀没晃到啊 这一波 要是晃一波刺蛇上来 这场比赛就好打了 是的 所以我真的觉得麦克斯特在勾引西瓜 第二攻有伸吗 没伸 第三个第二攻伸 第三攻没伸 好 还把这个打掉 你攻不攻 你攻我还是不攻我 转具向了 嗯 就两两攻打到底了 两攻打到底了 转具向两攻 两攻打到底 西瓜现在把大量的人口 已经投入到刺蛇上面 如果这个时候他不放飞龙塔的话 后面大家硬顶的时候 可能顶不过 但是麦克斯特这波主力是不能死的 看到了 然后立场跟布林克 看立场 这波主力绝对不能死 麦克斯特就在外面装样子 就是来吓吓你 好 勾引你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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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漂亮 差一点又是 只要刺蛇不死还好 差那么一点点 火力站得住 巨像已经快要建造了 西瓜又是分出了一点点的兵 来清你的三框 好 这边是开始两边 哎呀 麦克斯特这波可能要被包啊 对 因为人口数量差很远的 190人口 西瓜在12分钟 达到了200人口 并且是带刺蛇的 往主框拱 你的巨像还合不到一起 看立场 看立场 立场立场 立场 封一半封一半封一半打一半 但是蟑螂顶进去了 蟑螂顶进去了 完了 蟑螂顶进去了 差得很远 布林克现在跳起来吧 跳不起来了 刺蛇的火力出出很猛 邵兵全倒 是的 没有封住 他如果能够封住这个 家里面已经 家里面还好 守了一会儿 正面战场上 再继续跳 继续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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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银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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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发现问题了 刚放飞龙塔 巨像要出来了 61个农民 61个农民还好 西瓜61个农民还好 我们看一下战损啊 损失方面 哎呀 虫组损失很大呀 对 刚才这一波 我觉得西瓜有点太顶得 太厉害了 但是这个时候 我觉得对于麦克斯特来说 不要攻 稳着打 稳着打 你就给他压力就好了 麦克斯特还在给对手压力 对 而这边西瓜的飞龙塔 由于放得非常的晚 他可能没想到 对手这一波 顶得这么厉害 少兵死光的情况下 光靠裸巨像 也不一定能发挥足够的 你至少要等三个巨像 对的 你巨像又没射程 那你再等一会儿 你在走的同时 把三光开起来 那也可以 这个是一个好办法 因为对手除了这么多刺蛇 加蟑螂 也不太可能转飞龙 我跟你稍微猥琐一下 等我三光开起来以后 我三光一运作 我就跟你A 对 但实际上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对于 麦克斯特来说的话 他的巨像 可能出多了之后 会导致自己 这边有防守吗 有防守吗 西瓜想用双线 来牵制住他的基地 但是这个牵制不住 关键是这一波 这一波这个腐化出来 没出腐化 西瓜还在硬顶 还在硬顶 好 出腐化了 他要保证自己蟑螂树了 你看但西瓜的前科技已经很 很紧了 这一波打不过 就唧唧了 看一下蟑螂的攻防 这个时候 一攻一防 可以 两防还没好 可以一战 但是麦克斯特这一波 顶得有点太厉害了吧 两个就开始往前顶啊 你把三光拖起来 打无敌流就算了呀 好 又是回去 麦克斯特 就是虚晃一枪 一直是在阳攻 我搞你 让你的兵一直补 你的经济不好 你的八气 没有踩起来的情况下 你人口又满了 好了 这个时候你人口满了 你怎么办 转不了形 你蟑螂出这么多 没有用 对我来说 我就憋无敌组合 但是对于神党来说 就是这个三攻他没升 其实如果正常来讲 三居像带进攻的话 他没钱来升 他没带钱 希望他三框开起来以后 能把这个攻防追 现在西瓜是要强行 跟他换一波兵 他一定要把自己的经济换出来 经济优势换出来 哎呀麦克赛的走了这一波 走开了 完了极其被迫换兵 这波属于 西瓜的这一波换换的不错 哎哎哎 没打竟然没往上走 这个强行换 强行换不错不错不错 强行换光了 直接打死了 对西瓜的这一波换的不错 硬顶 麦克赛的这一波出门 还是有些炉吗 是的 其他如果守在这里 用哨兵来打的话会好很多 虽然说这一波西瓜顶不死他 顶不死他 但是整体上来说 西瓜是可以接受跟你这样交换的 是的 不不应该再顶了 应该早就该跑了 他应该是换掉对手巨匠就往家跑 这时候我们就看出没有三弓的绳子 在兵种质量上面并没有占什么优势 是的 而且这个房子使用没有清掉 血都会满 好现在西瓜利用自己现在补兵的一个优势 不停的对你进行压制 而麦克赛的这一波又晃一下 晃一下 他就欺负对手没有感染中 嗯 确实你也没有呀 好给你一点压力 走 还要往前顶啊 麦克赛的 没具象的情况 你一个具象你就往前顶 这个胆子有点大呀 一个高帅富 虽然他是高帅富 但是 那就一个高帅富 对啊就一个 那西瓜的经济控制其实做得很好 嗯 你看他爆兵跟他的经济运营 不影响什么 好现在重组已经有两房了 这样的话神族这个两攻啊就没什么意义了 神族至少现在要再刷一轮追猎才有开战的资本 也就是说他现在必须要有150人口左右 130多还少了一点 还少一轮 少一轮 巨匠站不住 巨匠站不住 直接倒了 站不住巨匠 他真的就应该是编个无地组合算 你左西瓜还真不一定赢 因为刚才他的人口确实是已经满了很久了 哎还要压呀 这个对自己这个自行从口而来 没有办法的办法 好 这边西瓜的干重已经快要出来的 而且我觉得麦克尔赛特的科技也走的不对 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如果等一下VT这个时候开始编不朽 就是指出三个具象 编不朽VT 这个科技可能会好一点 继续遛狗 嗯 这边没有地堡 所以说这波狗是 确实能造成一定的威胁 这边战场上捅上去 捅上去 没有用了 这波部队 可能麦克尔赛特又打得过 但是这波就是打过了 你对对手没威胁呀 打不死了 顶不动 虚步战斗已经是没有异语了 我们看一下那边三矿的穿狗 已经是出事情了 出事情了 两方的狗 正面战场上崩了 已经到了 这边感染虫已经到了 但其实让你仔细看完之后 你发现西瓜跟麦克赛特打的话 西瓜的这个压制就是统治力并没有想的那么强 嗯 所以还是A的由来由回的 好现在重组已经达到了198人口 西瓜用了一个最老土的组合啊 俗话 张东郎刺蛇 三喷子 就把你喷死了 果然还是要靠喷子 嗯 喷子拯救世界 好又是在你的战场上交战 是西瓜最愿意看到的局面 大家开始坏 各种坏 决定已经挂光了 嗯 吉吉 漂亮的一场比赛 西瓜用自己强大的实力 实际上东郎已经获得了三胜了 是的 并且这三胜是战胜了麦克赛特 战胜了Koms 战胜了罗娜 嗯 这三胜对他来说 几乎是已经锁定出现权了 没错 而麦克赛特这边就有点可惜这样比赛 要是 发挥好一点的话 我觉得这场比赛 麦克赛特是有机会拿下的 特别是在中期的判冠上面 西瓜也过去跟他说 这大小的怎么动手 你这干嘛一直挨我 其实你晃啊晃把我晃得有点 没有啊 西瓜跑过来说 嘿你看 可是他去自学 随便挨也倒了